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言》 你要畫出來的話 比如說這裡是這樣子 畫出來以後的話 就是這些線的話 它就可能会 你比如说像 本来这个面上这条线 是这个样子的 横的对不对 这个是这样横的 如果你转90度的话 你想想看它就不行了 如果你转90度 就是这个 这是它的 比如说一个 Principal Axis 如果你转C4的话 你可以想一想 你转C4的话 本来这个面的话 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本来这样 这个面是这个样子 你这一转C4以后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虽然它也是正方形 可是这条横的线 变成这样竖的 所以这个对称性 是没有的 对不对 要注意就是这一点 这个C4的对称性 是没有的 所以它只有C2 好 据说如果是 本身没有那条线 它就是有这个 如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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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条线 那它就是有 C4的 可是现在有了 那条线 它就没有 C4了 它就没有 C4了 因此这个时候 它只有 C2 对不对 它只有 C2 好 那你可以知道 因为它每一个面 都有这样的线 每一个面都有 都有这样的线 所以每一个面 也都只有C2 对不对 所以它就一共有三个C2 所以它会有三个C2 因为你每一个面 就是相当于说 Z组 X组 Y组 三个方向都有 对不对 所以有三个C2 那你可以看一下 它还有S2 为什么呢 因为你转这个C2以后呢 再相对于这个 中间这个 因为这个是在中间 这个SigmaH 做反射的话 这个互相反射 在这个面上的 这个树的这条线呢 也是互相反射 所以它都不会 出现问题了 对不对 在这个树的这个面上呢 这条线是这样长的 然后在这条面上呢 是这样长的 所以说你SigmaH 是通过这个面的 对不对 通过这个面 通过这条线呢 和对边那条线 所以呢 SigmaH 在这里的时候 上下反射的时候 是这一条线 和下面这条线反射 那么对于这个呢 就是这一段 和这一段反射 那都是不变的 对不对 都是不变的 所以它有SigmaH 那你知道 这个SigmaH呢 这个SigmaH呢 是垂直于C2的 对不对 垂直于C2的 它有SigmaH的话 有SigmaH的话 那就是说 它一共呢 它一共呢 也要有呢 三个呢 SigmaH 因为每一个面都有一个这个 和每一个Sigma2垂直的呢 会有一个SigmaH 所以它会有三个 你可以看到 好那你知道 我们知道 这两个的话 如果这个有 这个有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的S2 对不对 它也就是I了 好 我们以前也说过 这种S2的话 你就不能写三个了 因为S2呢 它就是I这个算符 写成I以后的话 那三个I说的 都是一回事情 所以这个I呢 你只能count一个 就这个意思 这个I呢 只能count一个 所以我们反复说这件事情 好那么这就是说呢 你通过这个Z组 或者X组 或者Y组呢 你能够找到的 所有的对称操作源 就是它 对不对 就找到对 所有的对称操作源 就是这一个 好 那你现在呢 我们又现在呢 我们说呢 你凡是遇到这种 多面体呢 就是这种正的多面体的时候呢 你就是要通过呢 去找它的边 就是每一条线道 通过经典 找这个边之间的 对边之间的关系 然后你要通过顶点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 通过顶点 你会找到一些什么东西 对不对 通过顶点 你会找到东西 比如说我们来看 我们按这个图 通过顶点的话 通过这个A一撇 或者这个A的顶点 然后转这个C3 对不对 转这个C3 那这个图 你要怎么画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图呢 我们就是在这上面来画 我们找一个 比如说是 我们把这个呢 标明 就是比如说 像这里A一撇 和A一栏标这里 那么这里是 我们标的这个A一撇 对不对 那么这里是A 我们不把那条线画出来了 就是你可以想象 我这里有画 因为这里画了以后 黑板画了以后 那东西里面东西太多 看不清楚 对不对 所以这个A一撇呢 在这里 那么这个呢 都是这个正方体的 这个对边 所以这个是一个正三角形 里面是60度 对不对 那么这个正三角形呢 比如说你要看的是呢 这个1这个点 还有呢 这个2这个点 和3这个点 对不对 就连接1 2这个对边 连接2 3这个对边 1 3这个对边 它都是对边 所以它是一个三角形 对不对 那沿着这个方向 如果是转这个C3 30度的话 它转出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转出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转出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好 我们先把它画出来呢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是这个C3的方向 对不对 这个C3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 我们也是这个 我看我写的这个方向 按照这个图 这个方向写反了 应该是转过来 对不对 1转到这里来了 比如说你这里的这个正三角形的话 1 2 3 我们呢是希望它呢 沿着这个3这个轴呢 这样转 所以你应该把那个箭头 如果按照这样 这样这个写法的话 这个箭头应该是写反了 应该是反过来的 对不对 应该是反过来的 如果你按这样转的话 你可以看到呢 它实际上就是 1变到2来 2变到3来 3变到1这个地方来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如果把这个正方体画出来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正方体 比如说画出来 画出来 然后我们把它画出来 然后画出来 好 那么这边呢 也应该画出来 这样一个 正方体如果你画出来的话 这画的不太真的 那是没关系了 我们看这个地方呢 是你的转动轴 所以呢 它应该是不会变的 对不对 这个是C3轴 你是往这个方向转的 那你变的呢 你知道的是 1变到这里来了 所以这里是1 对不对 然后呢 2变到这里来了 所以这里是2 3变到这里来了 就是这个正方体 你做这个C3转动的时候呢 你做这个 这个箭头应该这样画 对不对 这个箭头这样画呢 就是1呢 1到2这个地方来 2呢 1到3这个地方来 3呢 1到原来的1这个地方来 所以变成是123 这个样子 转至这个样子以后呢 你就来看 你要讨论的就是说 这些线啊 它是不是变了方向 对不对 变了方向的话 你就没有那个对称性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呢 就是1这个点 A1撇和3 所决定的这个面 它在哪里 对不对 好 我们来找一下 1这个点 那么 1这个点 然后呢 这个A1撇和3 那是对面那个面 对不对 就是对面那个面 那 1A1撇3 那就是这个面 这个面呢 它是这条线 这本来是横着的 对不对 本来是横着的 那么我们看 它转到上面来了以后 它应该是横着 还是竖着 对不对 它本来应该是平行于呢 这个 1和A1撇 对不对 因为 这条线在这里 对不对 对过来的话 它应该在这个地方 它是在1A1撇3 这条面上 平行呢 1和A1撇 所以呢 它应该平行 1和A1撇了 那你画出来这条线呢 就还在这里 对不对 还在这里 好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也就是说 对面的这条线 转到这里来了 那么 这条线呢 当然是转到下面去了 对不对 相对的面 好 那比如说呢 你可以看 这个条线和这条线呢 它方向是一致的 对不对 好 你可以看其他的 因为我们只需要 选三条线 只需要 1 2 3 你只要知道 这三个线的方向 转了以后 和没转是一样 那你就知道 就可以 对不对 那比如说 这是1A1撇3 好 指的是1A1撇3 这个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1A1撇2这个面呢 就上面这条面 在这里在哪里来了呢 就是这 这里是1 2A1撇 在这里 对不对 而这条线的话 是垂直于这个 这个1和A1撇的 所以这条线呢 变成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 这一条线呢 转过来呢 在这里 对不对 这条线转过来 在这里 而这一个 比如说 你把这个线叫做 叫做这个 比如说 你写一个 这个L的话 那L的对面 这个是 像是Lstart 就是 如果这是L 对面 比如说是L 点上start 那Lstart呢 是转到这个 这条线来了 那你再看一下 还有一条线呢 就是在这个 我们说的是 还有一条线呢 就是在这个线 2A撇3 这个上面 这条线转哪里去了 对不对 2A撇3 那么你看一下 你的2A撇3在哪里呢 你这里是2A撇3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条线呢 它是平行3和A撇的 所以这条线 转到这后面去了 对不对 转到后面去了 如果比如说 你把这个条线叫R的话 你也可以画这个 那么这个是Rstart 相当于是 对不对 就是说 这一条线呢 转到后面去 但是它是这样平行的 它和这个线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看 这个转动的情况下 这个和这个 是保持这个不变的 线的方向是一样的 对不对 线的方向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 你决定这条线 你就知道 这两条线 它是决定的 因为它是一个立方体 对不对 它是个立方体 所以这个东西 它就有C3的对称性 对不对 它就有C3的对称性 那它一共有几个顶点 大家知道 它一共有八个 这样一个顶点 对不对 八个这样一个顶点 所以它一共有 你会推出来 四个C3 对不对 四个C3 但是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有这个 我们知道C3有 就有C32 对不对 我们有C3 C3有呢 就是有这个 C3 然后呢 每一个呢 我们先不忙这样写 对不对 我们写呢 就是说一个C 对一个这个顶点呢 你有一个C3 这两个C3呢 它是同一个class的 因为这个C3有C31 C32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它写成呢 二倍的C31 对不对 写成二倍的C31 好 那么 二倍的C31呢 在这一个group里面呢 每一个呢 就是相当于说 这个 我看这个C31和C32呢 本来如果它是在这里面 本来可以这样分开写的 可是呢 在这个group里面呢 它不是同一个class 它如果不是同一个class的话 你就只能写成呢 它一共是四对顶点 对不对 四对 这个 4 pair顶点 如果你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呢 那你下来的话 应该是八倍的C3 对不对 就是这个成四 对不对 每一个 但是它不是的话 那你就变成四 如果它这两个并不是同一个class 这个不成立的话 那你就是有四个C32 对不对 有四个呢 C31 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看 如果这个成立呢 你就写成八倍的C3 对不对 这就是关于S的 关于C的对称性 那么我们说这个地方有S6呢 这个对称性呢 大概就是说不太好看了 因为这个时候 你如果对它转S6的话 你要知道 它就不是这样子在转了 你要对它转S6的话 那相当于说 一呢 要转到中间这个位置来 二呢 要转到这个位置来 三呢 要转到这个位置来 这个立方体要变成一个形状呢 不是你现在看的这个样子 这样呢 在这个图上 你就不太好看了 那么这个 我可以告诉你呢 这个线呢 因为你 你这个一转这里 二转这里 三转这里 那么那这个这条线长的那个方向 也会发生变化 我就没在这个图上画了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S6的对称性存在 如果我们不要去转这个图 对不对 现在我们就讨论这个 因为你转那个图 你画这个 我都没画这个S6 那么你怎么去考虑呢 那就是我以前有说过的 比如说现在 你有C3 对不对 现在有C3的对称性 是在这里面的 好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个C3呢 它是这个方向的 C3的方向 在这个 比如说 现在我们讨论的 这个方向的C3 它还有呢 I的对称性 对不对 它还有I的对称性 那我们知道 根据群的这个 它是必须close的 所以呢 I3必须也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I3也必须在这个里面 那I3我们来看 它应该出来是什么呢 这个I的话 我们大家知道 它可以写成呢 SigmaH呢 C2 1 但是你要注意了 这个SigmaH 不是这些SigmaH 这些SigmaH 是和这些C2垂直的 所以你这个SigmaH 要打一个匹 这个SigmaH 它是和这个 C3垂直的 你都知道 对不对 你我们选的是 我们在 因为那个 这个时候 你这个I的话 你可以任意选 它的 这个C2 1的这个轴 我们把它选成呢 就是这个C2 1的轴 和C3平行 对不对 这就是C2 1的轴 其实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说 只要这个I写定 这个I的话 它可以写成SigmaH呢 一撇 C2 1呢 一撇 对不对 那随便你 这个C2 1撇 随便你只要通过终点 通过那个立方体的终点 随便你选哪一个方向 但这个方向 只要一固定了 这个呢 就不能任意选 这个必须啊 要和它是垂直的 对不对 我们顺便复习一下 我们前面学过的东西 那所以说呢 你现在要 想找这个方向 有没有S6 那你自然要把这个C2的话 选了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C2 1撇呢 选这个方向来 这个Sigma 1撇呢 也选了 和这个C3逐 垂直这个方向来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乘C3就可以省了 你知道吗 那么这个是SigmaH1撇 好 这个C2 1呢 你可以写成C6 3 对不对 这个C3 1呢 你可以写成C6 2 好 那么这个加起来呢 它就是Sigma 1撇呢 这里是C6 5 对不对 这里是C6 5 这个C6 5呢 它也在这个方向 它也在这个方向 所以呢 这个C6 5 这个Sigma H呢 也是和这个C6 5垂直的 那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S6 5 对不对 就是S6 5 就是说 你不要 你不从这个图形 去转这个S6 因为你从一个图形 转S6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图画出来 是比较在麻烦 我就没画了 但是呢 但是不是说不能画了 画才比较麻烦 没画 但是我们 你说老师说过 这个群必须是封闭的 所以你有发现I的话 再有发现这个C3的话 那I乘C3 必须还在这个群里面 那么I乘C3 绳出来就是S6 5 你要注意 这个S6 5 也是在这个方向上的 S6 5 对不对 那有S6 5的话 就会有S6 5的平方 三次方四次方 那你呢 都写出来的话 就会有 就是说 你有S6 5的话 它就一定会有 这个64 63 62 61 因为这里面 任何有一个 其他都必须有 因为你就 你做到了平方 三次方四次方 就一定会把这些 全部都找出来 对不对 全部都找出来 好 那么这个S6 5呢 你也知道 那么实际上S6 我们可以反过来写 比如说S6 4 然后呢 S6 2 S6 1 对不对 1 2 I还有个3 S6 3 对不对 好 你知道呢 S6 3呢 它就是这个I了 因为S6 3的话 那个Sigma H的三次方 它还是Sigma H 那么 那么 S6 3呢 所以这个就是I 这个不给出多的东西 对不对 不是给出多的东西 然后这个Sigma 6 2和6 4呢 它一个是S3 2呢 一个是S3 1 所以也不是多的东西 对不对 都没有多的 多的呢 只在这个 一个S6 5 一个S6 5 S3组或者S6组呢 你出来的呢 应该是一个S6 1呢 一个S6 5 对不对 S6 5 好 如果这两个是同一个class呢 那你就可以写成了 2倍的S6 5 对不对 如果它不是呢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省事 因为一样的 这样的配合呢 有4个 S6 5 如果它4呢 你就要写成八倍的呢 S6 1 对不对 如果它4的话 所以就是说 当然我们这个 我们没有去谈了 究竟它是不是的话 你还要看 最后的 你找出来 最后它属于哪一个群的话 你才知道它是不是 对不对 我们这里的这种写法呢 已经告诉你 就是我们最后找出来 它不是 对不对 不是 好 那么我们说呢 凡是这种立方体呢 你就是比如说 先通过零点 然后通过面 然后呢 通过边 相对的对应这两个边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这个边的 C2一撇对称性有没有 你可以知道 这个肯定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通过这个边 转去C2的话 180度 1和2是要变的 对不对 1和2 这样一变的话 这个就相当于 刚才那个东西一样 那个对称性的话 就是 你在转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说 把这个横竖线呢 就会变了 你可以看 比如说我们 我把这个现在 这个写上去了 1 2 4 A一撇 这条线 它本来这样应该是 是横的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来 1 2 4 在你这个转动过程中 如果你绕这个转 C2一撇的话 那1和A一撇交换 4和2交换呢 要变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要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这个样子的话 这上这条线呢 在这里 它是横的这条线 这条线横到这里 变成这笔以后呢 它变成这个竖的 而这个竖的 和原来这个地方横的 这个长相就不一样了 你可以看到 所以呢 你这个 扰的这个组 转180度 C2一撇转好以后呢 这个面呢 被转到 这个地方来了 转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呢 这条线是竖的 然后相对于原来的地方呢 它是横的 这个地方是横的呢 相对原来的地方是竖的 所以这个C2一撇 是不成立的 C2一撇是不成立的 就是 好 那么这个C2一撇没有 那就是说你对称性的话 就只有前面说这些 对不对 前面说这些 其他的 就都没有了 对不对 其他的都没有了 那你会想 如果它会不会有Sigma D 你沿着这个方向切 对不对 你只有Sigma H 是沿到平分这个线 如果沿着对角线去切的话 你显然是没有的 因为你这样切出来一个面 这两个就这两个这条线 本来是在这个方向 一被那个反射的话 它方向都变了 对不对 它变成这个方向 对不对 所以呢 Sigma D那些东西都没有 那么有的就是这个 三个C2 一个I 然后三个Sigma H C4 3C4 那这个正好是24个 它就是TH Group 对不对 它是TH Group 所以这些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好 如果它当然 我们知道 如果你是这个 这个是TH Group 如果你是TD的情况下的话 这两个就合在一起了 这个两个就合在一起了 TD的时候 这两个是同一个class 这两个是同一个class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道题了 因为我有把它选出来 这个路教有说 虽然有些同学有写答案 但是这个答案怎么来的 希望你 如果我考试的时候 有这个 你要把这些都分析出来 那么 当然这里我有说 这个S6 如果你画图 因为画图 你考试更不好画了 对不对 要用手写的话 这个还用PowerPoint 它可以借助于工具来画 你用手写的话 画出来更不好看 那么那个时候 你可以先画出C3 C3因为还比较好画 然后呢 你可以这样证明 它S6存在就行 对不对 这样证明S6存在就行 就是你在做的时候 你要把它的详细的步骤都写出来 那么详细的步骤能画图呢 你就画图说明 不能画图呢 你就告诉我 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对不对 怎么算出来 比如说这个S6 我不画图了 我不画图呢 但是我告诉你 我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把它算出来 然后你画个这个样子的东西 把这个算出来 也就可以 是吧 好 那么 因为我们到这里呢 我们知道这个 大学这个 无击的 大概遇到的都是那种 正多面体的机会 比较多 对不对 所以你在 比如无击的时候 你要去分析的话 它究竟是 什么对称性的话 那你这些就要用 那当然对于 简单呢 我们说的就是 只有一个Principal Access的呢 相信大家都已经 都会了 没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就不复习 那一段的地方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今天 接着呢 把我们上次 没有 接着我们上次的东西 来继续讲 复习一下 因为 这一章呢 是最重要的 Repentational Group 这一章是最重要的 这本 就是这本群论的书的话 对我们化学系的同学来讲 你只要把这一章学的话 前面的你就复习了 对不对 前面的群论的 基本的东西呢 你都有复习 对不对 然后后面这个桥呢 你就已经 如果你这些都会了 后面这个桥就 这个 从基本的群论到 应用的这个桥呢 你也全部 也打起来了 那你下一边 你要应用 就走过这个桥 你看应用的化学里面呢 又是另外一些东西 对不对 那我们比如说 我们要先复习一下呢 就是要复习一下 这个 我们上次课有讲 这个 Great Orsognality 这个 我们讲这个定理 对不对 那我们讲这个定理 这个定理呢 我们说希望大家能够 记得住 就是我们讲这个定理 在讲什么事情 我们把这个屏表 写到这里来 比如说 我们来讲呢 对于给定一个群呢 Group呢 你一定可以找到呢 它的这个 Inreducible的表示 对于Inreducible的表示的个数呢 是有限的 S个 对不对 而每一个这个群里面的元素呢 比如说这里是A1 A2 一直到AH 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A1呢 就是单位元素 对不对 你都可以把它的矩阵呢 表示出来 A2 这里是A1 这是说 第一个Inreducible表示的 对第一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 然后意识到呢 这个对 DH元素 对不对 那对第二来讲呢 你会有一杠 对不对 那么对最后Ds呢 也会有 这里是A1 H 当然我们本来呢 我们说我们只要把这个群表找到的话 那就是什么所有的信息都有了 这个有可能 比如说它为数是 这个比如说第一个是一维 或者第二个也是一维 比如说这个可能是四维 我是举例了 只是说它一定 那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个是一维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 对不对 因为它是单位矩阵 对单位矩阵它就一 如果这个是一维的话 这个也是一 如果这个是二维的话 比如说我们如果这个是二维呢 它的表示应该是1001 对不对 因为这一列对应单位矩阵呢 它全是单位矩阵的表示 那就看它的维数是多少 如果这个是一维呢 那它这个地方呢就是一 如果这个地方是四维呢 那它表示出来应该是1001 这个样子一个东西 对不对 就是说对于这个 这一列来讲呢 我们不用那个定理 啥也不用 你就都已经知道了 对这个单位元素来讲 你只要知道它的维数呢 你就可以把它的矩阵写出来 后面这些你都写不出来的 后面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后来呢 我们说我们的比较lucky的是呢 在我们这个运用的化学里面呢 我们并不需要呢 真的去找这个矩阵的形式 而只需要找这个矩阵的tree 对不对 找矩阵的tree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找呢 开一呢 然后A1 然后开1呢 A2 然后一直找呢 开呢 这个1呢 H 我们只需要找这个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找 上面那个矩阵 好 这里是呢 第一种表示 然后你也找到 比如说 Ds种表示 那么这个地方是 开S呢 A1 开S呢 A2 开S呢 A2 对不对 就是说因为找这个矩阵呢 你除了这第一列你知道以外 后面你都不知道 都不好找 所以我们不找这东西 我们比较只找呢 Tree 这个Tree Tree的话这些地方就全是数了 对不对 全是数了 那么如果这个是1维的话 那这个数呢就是1 如果这个是2维的话 那这个Tree 就是2 如果这个是4维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是4 对不对 所以 那个群表的 Tree Table的话 第一列就已经告诉你 维数是多少 这个 比如说这里是1 就是1维 这里2 就是2维 这里是4维 对不对 我们说的 找这个 好 那么 我们这个定理在说什么事情呢 我们说呢 定理呢 它说的是 我们现在 比如说 DI种呢 这个presentation 矩阵的表示 这里是A了 然后呢 你把它的MN呢 矩阵源写出来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它是Li dimension的 这个Li可以是1维2维 或者是4维 就是刚才我说的 对不对 举的例 这是一个 另外呢 你再写出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是J 这一个矩阵 你把它的矩阵源写出来 M1P N1P 但这个地方 注意要写这个幅数的 对不对 然后你把这个求和呢 把所有的元素求和 这个所有的元素求和有多少个呢 有H个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 它1234到H个 它告诉你呢 这个是 就是Orthogonate 对不对 Orthogonate 它的Normalize呢 实际上这个样子 Normalize Li呢 神上L 这样Normalize 它的Orthogonate呢 通过这个来表示 如果I和不接不一样 它就等于零 如果M和M1P也不一样呢 它也等于零 如果N和N1P呢 不一样呢 它也不 它也等于零 也就是说 凡是你 那你意思就是说 这个I指和接不相等 你就什么也不要看 它就说我说过了 对 就说我说过了 就像这个地方一样 这里的 也就是说 凡是你用第一个 表示组成的 任何一个 H dimension的Vector 数的这个Vector 和你 和你其他表示的 2或者到S的 另外组成的呢 它都是Orthogonate H的Vector 都是Orthogonate 好了 那么从这里呢 我们推出呢 它有五个呢 这个Rho 对不对 从这地方 我们推出五个 第一个呢 我们说呢 这个L1平方 加上呢 L2的平方 加上呢 一直到Ls的平方呢 它应该等于H 对不对 那么我们有说明呢 用这个来说明 我们说呢 因为呢 它是一个 这个 这一个Orthogonate 是一个 H dimension的Vector 和另外一个 H dimension Vector 是Orthogonal的 那H dimension Vector的 独立的数目呢 它就只能是H 所以呢 我们有说明呢 这个加起来呢 它等于H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Rul number one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和第三个呢 我们又把它合在一起写 我们说从这里呢 你可以推出来呢 它Trace呢 也有个 这样一个关系 比XI呢 XJ呢 它等于呢 H呢 DeltaIJ 因为你 这个和这个的话 这个从这里 可以推到这里来 是因为 你把它求Trace以后呢 这个两个 这些指标都没有了 对不对 这个指标都没有了 它剩下的呢 就只有这个 DeltaIJ这个指标 对不对 DeltaIJ 好 我们又说第四个呢 我们又说呢 同一个class的这个Trace呢 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以前就说过 对不对 如果是同一个class 比如说如果A和B呢 是Sameclass 对不对 这是上次我们讲的 好 我们讲了第五个呢 就是说这个S应该等于多少 Inreducible Repetential的数目呢 它就等于class的数目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 然后我们用这个 我们讲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东西来做题了 对不对 做题 我们有 上次我们做的是这个CRV的 对不对 上次我们的课程呢 做的是CRV的这个图题 那对CRV来讲的话 比较什么 CRV来讲的话 我们写到这里 反正它已经算过了呢 CR 然后呢 E 然后呢这个 SigmaV呢 和SigmaV一平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这三个 这四个都是不同的class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又找到它 不同class它就应该有四个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上次做的 那我们今天呢 再做一个 这一个就是Sycler Group Sycler Group呢 你大家知道 它也是呢 这个四个元素 对不对 C1 C42 C43 而且这四个元素呢 都属于不同的class 对不对 不同的class 那你知道这四个元素 既然属于不同的class的话 你马上就知道 这一个inreducible的表示的数目呢 就应该是和class的数目一样 所以你一下就可以刷 直到有四个inreducible的表示 对不对 因为它的class的数目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所以马上你这个就可以写出来 好 那么你这是根据这个第五个Row 然后你再根据第一个Row呢 你可以写出来呢 这个L1的平方呢 加 因为它是L2的平方 L3的平方 加L4的平方呢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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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应该等于H 对不对 H现在也是四位 那很显然 这个L1 2 3 4都是整数解 所以它只有一个解 都是一维的 马上你就知道了 它都是一维的 好 这个你知道以后呢 它既然都是一维的 那我们刚才说了 这一列可以马上就写出来 都是一 比如说我们现在写这个 写这个character table 那你嘛 因为全是一维的嘛 全是一维的话 它是矩阵表示 那它全是单位矩阵 好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一写呢 你就知道 这一个是什么东西了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写这个 C4 它等于多少 对不对 我们说一维的时候呢 这个的四次方呢 这个开的四次方呢 就等于呢 这个四次方的这个开 一维的时候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就等于呢 单位矩阵 因为C4的四次方单位矩阵 这一个东西呢 它就应该等于呢 一 对不对 应该等于一 因为是一维 你注意哈 这个条件是这里要写成汪低 只要不是一维 这个事情就不成立 等会我们再来看 就是因为这里是汪低 所以你才有这个条件 那你就马上知道 这一个测证标的表示的话 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 X4的 你也可以求出来呢 X4呢 它的平方呢 应该等于正负一 对不对 因为它的四次方等于一 因为它的四次方等于一嘛 所以它的平方应该等于正负一 那如果是X4的话 平方等于正一呢 那你就推出来呢 X4呢 等于正负一 对不对 那如果是X4的平方等于负一呢 那你推出来呢 X4呢 对于正负i 因为这个负一开方的话 变成是X 取数 然后前面取正负 所以这个C4有四种取法 就是告诉你 就这个 C4呢 有四种取法 它可以取正负一 也可以取正负i 好 那就说 那每一种取法呢 应该是对应一个 introducible的repentation 对不对 比如说C4取一的时候呢 放在这里 对不对 C4呢 取一 C4取二的 取负一的时候 你放在这里 就表示C4取负一 对不对 C4取负一的时候 你放在这里 表示是第二个呢 inreducible 因为这是第一个inreducible 这是第二个 而第三个呢 你表示它表示取i 对不对 那么第四个就表示取负i 表示取i 因为你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写呢 因为我们知道它有四个 inreducible rementation 而通过这个关系呢 我们知道 这个 这个 x chi的话 四次方 它可以取这四个 四处值 而这四个值的话 正好对应着 这四个不同的 inreducible rementation 对不对 这是一维的 它一定是 对应的 好 那么下面你要写这个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写呢 这个东西呢 你要怎么写呢 你就是要写成 比如说 xc4 2的这个 这个 它应该等于什么呢 那应该它应该等于 x呢 c4的呢 平方 也都是因为是汪迪的原因 对不对 汪迪的原因 所以呢 这一列的话 只需要把这个地方拿来平方 就可以写出来 那么这个地方拿出来平方的话 这一的平方是一 负一的平方也是一 i的平方是负一 负i的平方呢 也是负一 对不对 你可以把第二列呢 也写出来 好那么你再来写第三列 谁是三呢 你要写出来呢 它应该是等于 谁是的呢 三次方 对不对 谁吃的三次方 那谁吃的三次方的话 就实际上是等于 它的平方在省它 对不对 神一次 就是这两个相省了 对不对 这两个相省 这个一省一呢 还是一 这个负一省一呢 它等于负一 对不对 然后这个i省负一呢 它等于负i 然后这个负i省一 负一呢 它等于负i 你就把这四个全部都求出来 对不对 全部都求出来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一下子呢 你就把这个repentation 全部找到 一下子把这个repentation全部找到了 那我们呢 找到以后 当然你要check的就是 它是不是我说过了 对不对 它是不是我说过了 它是不是我说过了 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把这边擦掉 我们说你这样找到呢 它一定是 如果它不是的话 就我们那个定理就不成立了 对不对 那就相当于说 你找到一个定理呢 和它不一样 对不对 你可以看呢 对于这个第一这个repentation来讲呢 它就是 如果你要做成一个 这样一个四维的vector呢 那它就是呢 一一一一 对不对 那对第二这个vector呢 做成四维的时候呢 它应该是一负一呢 一负一 对不对 那这两个相绳的话 我们说你把它 一个是一一一一 另外一个是一负一一负一 那这里要打星号 对不对 但打星号和没打 它是一样的 因为它这些都是实数 所以这个绳出来它是零的 对不对 绳出来是零的 你可以看 好那你说 我们另外看一个 γ3这个东西 那3这个东西 它是一i负一负i 对不对 所以呢这里呢 你要变成呢 干嘛3这个地方呢 它变成一负一 一i呢 一i呢 负一呢 负i 这是三这条线 对不对 好那你就说 你要把这个地方改成呢 i呢 负一 然后负i 那你这个东西也是等于零的 因为你在打星号以后呢 这里一和负一呢 这两个一整体加起来等一 这里i和负i呢 这两个升线呢 也得零 当然你也可以去验证3和4 就是任意选两队出来 它都是我收贡了的 那么这个呢 需要大家去验证 对不对 当然你不验证的话 比如说我考试叫你 你虽然把这个东西算出来了 但是我叫你去验证这里面是我收贡了 那第二个和下面两个又是两个 那这个和这个 就是全部验证就是六个关系 你要写出来 我收贡了对不对 那不要全部验证 你举两个例子呢 那就起码要举两个例子 如果你不验证的话 那我就把这部分的分别给你扣掉了 对不对 所以你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有 我说了要验证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验证 不验证就不行 对不对 好 那么说呢 我们对比一下 我们最初还没有学这个的时候呢 这个整个定理是上次学的 没有学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representation 我们就已经找到了 那个时候是怎么找的呢 那个时候是取了一个x的矩证 对不对 这个取了一个x矩证呢 那个x矩证呢 在那里呢 那个x矩证呢 它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不 不能写开了 它是 我们完全给它 出了它矩证的形式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reducible的表示 001 然后1001 0101 对不对 就是这个矩证 这个中间 这个开 这个开 好 那个时候我们是教什么呢 教大家呢 从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把它diagonal 就是找到这样一个 找这个D 那么这个是习题里面 我们又说 找这个D 那么我们又讲这个习题 找这个D正好找出来 D就等于这一个 然后把它LOMALIZE以后 再做这个D的 这个移举症 D的移举症 我们说在这个情况下 正好比较LUCKY 就等于它的 就是TRANSPOSE 就是行列复换以后 再打幅数 对不对 行列复换以后打幅数 然后D-1D 就把这个C C4的 这样一个形式 给对角化了 这个对角化以后 出来的这四个量 就是E-1I-I 这里都是0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 现在我们是通过这个 用这个定理 加上这5RU 做这个表 那这里我们不是的 我们是通过 先给定一个 这一个GAMMA4的 一个Reducable的表示 对不对 这是给出一个Reducable 然后去找这个D-1I 线形态数 去找了一会儿 把对角化 那对角化以后呢 你知道 这个的 我们知道呢 这个时候满足 就是矩阵的相省了 对不对 现在都是矩阵 这个是这个矩阵 对角化了以后 我们知道 这个X平方的矩阵呢 它也会对角化 三次方的矩阵 就是说 相当于说 你可以把 这是这一个 对不对 那D-DamaC4的平方 D呢 它对角化以后呢 就是这个 变成 它对角化以后呢 它变成这个样子 1-1 1-1 然后这个呢 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这个样子以后呢 我们说 我们在写这个表的时候呢 我们是这样来写的8 每一个的这个矩阵的 11111呢 写到这里 对不对 然后这一个呢 写到这里 1-1呢 1-1呢 1-1 写到这里 然后这个横子写的 1i-1i 写到这里 然后这个写到这里 当然这两个算出来 应该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它应该和前面的 就是不管你算法怎样 它应该算出来 还是这个样子 只是说 你有可能这个 三四这个位置 有可能交换 交换到不一样的地方 对不对 交换到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两种方法呢 都是我们有 给大家讲过的 需要你掌握的 就是你这两种方法 都需要掌握的 那么前面的东西呢 都属于考试的内容 就是说 虽然我说这些课不考试 但是这些东西 都是实际上是 上次课 没有讲完的东西 是吧 好 那么后面的呢 就不是要考试的内容 从这个下面开始走 对不对 从下面开始走 不属于考试内容 但是习题还要交 就是说你考试那天的时候 你还要把最后面的习题 交上来 对不对 它是这次课的习题 对不对 这次课的习题 好 那么这次课的习题呢 会分两次来教 因为你一次呢 这次课的习题都比较简单了 关键的东西都在你前面基础了 对不对 习题都比较简单 那么这次的习题呢 你分两次来教 那么我们呢 然后呢 到了这个 分两次来教 也就是说你 你考试的时候 下周考试的时候呢 交两道题 然后考完试以后呢 你回去把另外两道题 做好了以后呢 再下次上课的时候 你就交过来就行 是吧 分两次交 好 那么 我们前面举的这个例子呢 都是 都是以为的 就是说 它的class的数目 每一个元素 都自己是个class 所以呢 我们现在谈一个 就C3V 它就不是了 大家知道那个C3V呢 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 这里是principal axis C3 C3 然后呢 在这个和C3垂直的平面上呢 C3垂直的平面上呢 有三个这个SigmaV 比如说这里是SigmaV SigmaV一匹 这个SigmaV两匹 对不对 那么知道呢 单位元素呢 永远是 自己是自己是一个class 对不对 然后这个C3呢 C3一呢 和C3二呢 它又属于同一个class 所以呢 我们的记号呢 就是写二倍C3一 然后这三个SigmaV呢 它们也属于同一个class 所以这里呢 就写三倍呢 SigmaV 对不对 那我们看 这个class的数目呢 S呢 就是等于三的 对不对 所以你马上就知道 你只有一个三个 就是用这个第五条 对不对 你的class的数目 和inreducible repetition的数目 是一样的 所以马上知道 C3V呢 就一二三三个 inreducible repetition 好 那么然后你再用第一个 三个l1呢 平方 加l2的平方呢 加l3的平方 注意哦 这个群的元素 这边是等于h哦 群的元素是六个 所以这里是六 不是三哦 要小心 对不对 这个下面这个求和 这个地方是 从1到s 表示class的数目 而这里是群的元素的个数 所以这总共是六个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 这一个方程 它的整数解的话 如果你这个取一 这个取一 这个就只能取二 对不对 只有这一组解 但哦 你会说 那可以这样子取 对不对 但这些取法 都代表了说 两个一维 一个两维 对不对 它只能这样取 如果这个取成2 就不行了 对不对 2的平方 2的平方 就变成是这个8了 所以加起来不等于6 加起来等于6的 唯一的取法就是 这个是一维的 往底 这个也是 另外一个 也是往底 L1是一个 induce orientation L2是另外一个 induce orientation的维数 L3呢 是二维的 好 这下你可以看到 我们出现了个二维的 不是都是自一维的 是吧 好 那么你可以把第一列 马上写出来 它的character table的话 它的character的话 因为这是一维的 所以这是一 这是一维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 这个是二维的 所以这里必须是二 马上就可以写出来 对不对 马上写出来 因为这个的 我们有说过 这个单位矩阵的表示 它一定是一个对角的 对不对 它是个对角 单位元素 所以它一维就是一 二维就是二 好 那么 这下子呢 我们就已经用到了呢 这个 一个是这个第一个 和这个第五个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写出来 好 下面我们要用23这一个呢 来写 对不对 23这个来写 那用的时候呢 你要特别小心23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用 你本来的话 比如说你23这个 如果你是根据 每一个元素来写的话 你要写出的是六个元素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说呢 这个同样class的 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所以呢 你在写的时候 比如说你先写xi 然后呢 单位元素 对不对 然后xj 这个ij的话 就是等于这里的 123 对不对 123这个东西 好 那么你写的时候 这里是 单位元素 好 然后这个是新号 好 然后你开始写了 C3E 比如说你写xi呢 C3E 对不对 xj呢 C3E 你要把这个写出来 这里它有新号了 对不对 好 C3E写了 你还要加 就是C3E 对不对 可是C3E和C3E 是同一个class的 所以你在写这个东西呢 你这里只需要写个2倍就行 对不对 然后你再写呢 就是写比如说 xi呢 C2E C2E 然后xj呢 C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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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了以后 它还有V一匹 V两匹 那V一匹 V两匹呢 都和这个是相同的 所以你对地方要写个3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应该等于呢 H 对不对 这个应该等于H H是6 然后呢 ΔI 这就是 你就可以用第三个这个东西来 也就是说 现在1 2 3 4 5 你都全部用完了 你就没有 这里 你不能再出任何新东西了 对 好 那你就要讨论了 这个里面 比如说哪些你是知道的 首先你这个是知道的 对不对 这个Ij如果等于1和2的话 它就是1 对不对 如果等于3的话 它就是2 这个是知道的 好 这个呢 不知道 这个呢 也不知道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σV 我们知道 如果是1维的 我们来谈一下 对不对 如果是1维的 你知道σV 不管它是几维的呢 它都有这个特性 σV的平方 反射两次以后 它等于它自己 就是单位元素 不管是1维还是2维呢 它都具有这样一个特性 它都是σV的平方等于1 对不对 但是如果它是1D呢 如果是1维的呢 你知道 你可以把这个σV的平方呢 它就等于σV呢 平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等于1的 1D的话 你就可以马上写出来了 如果它是1D呢 你就可以马上写出来 这个σV的话 它只能等于正乎1 对不对 只能等于正乎1 可是如果是2D就不一样了 2D呢 这个式子仍然成立 但是这个式子不成立了 并不等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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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举个例 马上你就知道 比如说σV 如果你写成2D的 你可以写成 比如它就是这样一个表示 对不对 二维的就是 二维的就是 二维的表辞的矩针 是这个样子 那σV的平方 当然还是 等于单位元素的 等于101 对不对 这个 这个的平方 它就是它 对不对 可是呢你可以看呢 这个trace呢 这个毛维的trace呢 它是等于0的 但是呢 这个毛维的平方呢 它是等于2的 所以呢 这平方但不等于它 这个平方等于0 这里是0的平方 这边这个呢 是等于2 这两个它不相等 对不对 所以二维的时候 你要看到 你可以看这个也可以 这两个是不相等的 它本身等于0 它的平方还是等于0 对不对 就是说 它如果本身是等于0的 因为trace就是这个对角相像加嘛 对角相像是0 这是0 所以加起来它就是0 0的话它平方当然还是0 对不对 那这边呢 这个毛维的平方呢 那就是这个 它变成是单位元素 它的对角相像加就是2 所以这两个是不相等的 要特别小心这一点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对二维呢 就没办法现在 因为二维你不能得到 你并不知道 我这是假设它 假定它是这个样子 但它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实际上并不知道 所以呢 我们先不要去讨论二维 我们就只讨论呢 一维 对不对 因为一维我们知道 二维呢 那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看能不能通过一维的信息 把它得到 通过一维的信息 把它得到 比方说 我们就想用这个条件来得到它 对不对 好我们再看一下一个1D的另外一个case 我们知道这个C3呢 它的这个三次方呢 如果是1D的话 你仍然可以写成C3的三次方的这个样子 把它写到里面去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就应该等于1 对不对 那就等于1 这也是1D的情况 好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XC3的三次方解出来 它有三个根 对不对 那么解出来三个的话 应该是XC3的话 一个是等于1的 另外一个呢 是等于这个2π呢 除以3 还有一个呢 是1的负的2π呢 除以3 对不对 这三个根 因为我们知道 凡是这个 这三次方的话 它一定会有三个road 对不对 三次方的这个不同意等于1的话 它应该有三个road 那么一个是1 一个是这个 因为你想想看 你把这个三次方 这个1的三次方还是3 这个的三次方 1的2π I2π它也是1 1的负的2π它也是1 这三个 好 希望大家是在 应该是 要么就是高中有学 对不对 要么就是维基 反正就是说应该是 进大学以前就知道 这个应该等于它 好 那么也就是说1位的时候呢 我们又总结到一个XC3呢 还有三种选择 一种是1 还有一种呢 是1 2π除以3 还有一种呢 42同 对不对 好 2位我们就不管了 现在我们就说 我们不管它2位怎么回事 我们把1位写好就行 对吧 我们把1位写好就行 那见如此的话 我们就可以先来讨论 就是说 用这个定理来做这个事情 对不对 用这个定理来做这个事情 用这个定理来做这个事情 用这个定理来做这个事情的话 比如说我们先呢 就是看呢 这个1的 对不对 比如说1的X1 然后呢 这个2的呢 比如说1 对不对 那么加起来呢 再加2的呢 X1 比如说3 然后X2 就是3 对不对 X2 就是3 这里要打信号了 对不对 你要注意 但是这里要打信号了 然后加上3倍呢 XSigma 的 信号 不是 这个不打 X 这是1了 这是X2 这个嘛 V的信号 这要得0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两个不一样的repentation 所以它必须得0的 对不对 对0 那这是1和2 对不对 那还有呢 1和3 你都可以写出来 这个 我们把空先写出来 1和3和2和3都写出来 1呢 这个3 然后加上2倍的1 3 再加上3倍的 X1 X1 V X3 这里都有信号 对不对 Zigma V 信号 等于0 对不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你也把它写出来 就是X2和X3 加上2倍X1 X3 这是X2 加上3倍的X2 SigmaV 加上3倍的X2 SigmaV的信号 对0 对吧 方程组织写出来 下面就是要求解 一看呢 你从那个表上呢 你看这个第一行的 这第一列通通都可以代替到 1 2 都是等1的 这两个都是等1 所以这个呢 不用说它就是1 对不对 然后你看1 3 对3来讲呢 X3的1的表 就是2 所以这个是1 这个是2 所以这里呢 你也不用担心呢 它就是2 这里一样 这里2 3呢 那2呢 这里是1 3呢 这里是2 所以呢 2 3这里也是2 好 你就把这个呢 简化了 对不对 把这个简化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我们不是说1D的时候呢 它可以取 这个可以取正负1 这个可以取1 和这些东西 对不对 1和这些东西 好 我们先来看呢 如果是我们给定 这一个是1 对不对 现在你输入了 XSigma 等1输进去 因为它的表示 你从这个 你从那个已经知道了 1为的表示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意思就是说 注意好不是3哦 这个地方必须要写 1SigmaV等于1 或者呢 你写X2呢 SigmaV等于1 都行 对不对 但是不能3 因为只有 等于1 或者等于-1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你输进去 是等于1的 那么来看一下 你如果输进去 是等于1的话 那你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输的SigmaV 这个东西 这是等于1的 对不对 这里如果是1的话 你来看对不对 好 那么这里是1 然后我们也设呢 1为的C3呢 比如说也是1的 对不对 1为的C3也是1 因为C3呢 它可以等于1 等于这个 对不对 所以呢 好 1为的这个东西呢 这里也是等于1 对不对 那这一个 这一个呢 你就把它设成1了 那你来看一下 这个2它还能不能变 对不对 2能不能变 我们知道 那 当你把这个 这一个设成1了以后 这一个设成这个1了以后呢 你就得到1加2呢 还有这个X2的不知道 这个X2呢 也不知道 对不对 X2不知道 那你当然就由几种选取 一种是这里选-1 这里还选-1 对不对 因为你管了X1等于正1 X2你也等于正1 你就选择这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这个等于-1 你看这样一个选法呢 你看这里就变成1乘1 1乘-1 这里就是-3 这1加2呢 确实是等于0的 对不对 就是等于0的 所以呢 这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可以把 当你把这个第一个都选成1的时候 那就是说 这里都选成1的时候 上面都选成1 因为上面这个Xsv可以选1 那你就选一个1 这个X3呢 也可以选1 那也选1 那X2就没得选了 你知道吗 X2的话 你这个地方 X2的话 你3这个地方 它除了1以外 你就要选这两个 这两个显然不行 因为你把幅数选进来以后的话 这个2的话 它这个是12 12 就是说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都只能在这些里面取值的 那你这个值是不能取进来的 如果你这个值取进来的话 这里有幅数 而这边是没有幅数的 所以它不可能等于0 所以这里只能选1 好 那就说 所以这个第二个representation 那X3呢 它这里也只能等于1 那这里呢 这个SigmaV呢 它12呢 它可以等于-1 所以你马上就选出来 在这种选法 在这个条件选取下 就是第一个选1 这个选1的话 你对2就没得选 只能选这个 你知道吗 这里选1 意味着 这个地方选成1了 这个地方选成1了 它是这两个 里面的一个值 那后面的话 这里面的话 本来这个2 3的话 这个第二个representation 它可以从这三个里面选 但是呢 你不能选这两个 选这个 这个不可能等于0 所以你只能选这一个 选这个1 这个选了以后 这1加2等于3 这里必须要-1 好 你知道这个地方-1 可能是它一个值 所以你就选出来是它 所以你就选出来 所以 1和2 马上就用 这一个选法呢 就决定了 对不对 1和2就用选法决定了 选法决定了以后呢 剩下的就是要求解这个3 对不对 求解这个3 那我们可以看的话 1的话 我们可以从这里看 1的c3呢 它就是1 所以呢 你这里是呢 这里就是1了 对不对 这里就是1 我们来看呢 这里呢 它就是1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表已经 从这个公式呢 你可以决定呢 这两个的选取 只要你定了它 先把这两个选了 然后你就只能推到这个 推出这个以后的话 你可以写到这里 这是c3 1 对不对 c3 1的话 它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也是1 它也是在这里 所以呢 它也是1 对不对 它也是1 好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2 对不对 2的话 这个c3的话 在这里 第二个人本来 这里还是1 2的话 这个sv呢 它在这里 所以这里是负1 好 由这两个方程式 你可以马上推出来 这个地方是3的时候 它应该 这应该等多少 对不对 你看 如果是这两个相减的话 这个2-2等于0 这两个方程式相减的话 这个减这个也是等于0的 对不对 这算是这两个一样的 可是这里的话 这里是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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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相减的话 也说如果相减的话 你得到的是6倍的 x3的c2 这个v呢 等于0 这个式子减这个式子 因为这里取1了嘛 这里取1了 这里取1 这里取负1 所以减出来这个等于0 那这样 这个3 这个v就必须等于0 所以这样一来 你这里整取0 对不对 整取0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 你可以看呢 就是说 你刚才用的是两个相减 对不对 你也可以用呢 两个相加 这是相减的时候 那两个相加呢 这两个就加掉了 对不对 两个相加加出来的 这边呢 如果是两个相加的话 那就是2加2等于4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呢 4倍的x3呢 C3 神靠 1 注意啊 这个C3是二次方哦 它不满足这里哦 我刚才跟你说了 只有1d的时候 它才满足这里 现在C3是二次方的 是2d的 所以 它不满足这个 那么这里呢 这个要加起来等于0的话 那只能等于-1 对不对 这个只能等于呢 复1 因为这个复1 神是再加起来等于0 所以这里只能等于4 好 这就是我们在选取的时候 我这里都有写了 刚才推导的过程 选取的时候你能推到 第一个reputation是111 第二个reputation是1-1 第三个是2-10 所以你看到它是2-10 好 这是个二维的 那在我们整个的推道中 有两个东西是没有用的 哪两个东西呢 这两个东西整个就没有用它 这两个东西整个都没有用它 那如果你要用你怎么办 就是因为 这一个整个的解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就是开始你从这里选一个 这里这个1选一个正1 这里选一个正1 只要这两个选定了以后 其他就没得选对不对 其他没得选 就是说只要这两个选定正1以后 这个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都可以推出来 就是说你的出发点是从这个选1 这个选1 那我如果出发点不是这样子选呢 比如说我把这两个 这个这个东西定称是alpha 对不对 定称是alpha 我们现在这边这个可以推了 alpha来代替了 对不对 代替它呢 它就是说 它要么它就是 它要么是这个1的2 三分之二排 要么是1的负的 三分之二排 对不对 那我们重新来做选取 我们要重新来做选取呢 比如说这个表呢 我们画到这里 这个四指能暂时不要插 不要丢掉 我们还在用它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另外一种选取的方法呢 画这里来 这个有颜色的笔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1 2倍的Z3 3倍的SigmaV 这里是γ1 γ2 γ3 对不对 刚才我说这是E为的 1D 1D 2D 这里呢 是很好填 112嘛 这些选 好我们新选法 新的选法呢 这个XSigmaV呢 1呢 你还是选E 和这个一样的 但是把这个给改了 对不对 因为只要这个选E 这个再选E 它就是这个表 没有就是 好那么现在 因为我刚才说 你在讨论这个的表示的时候 它可以出来是这边 这三个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你这个 另这个等于α 那我另外一种选取法呢 就是说 对α 对不对 我就选成这个样子 那如果我选成这个样子的话 你可以看看呢 你如果这里选α 这里呢 选E 那你应该推出什么 对不对 那你应该推出什么 这样一个选法的过程呢 你也可以把它拿到这里来 你看你能够推出什么东西来 对不对 好 我们把这个都擦掉 因为现在要重新推了 对不对 重新推了 不管你怎么选 你还是得满足这个 第二条的这个关系4 关系4 那就说 这种选法呢 这里是E呢 是没错的 它还是E 但是呢 这个 这里呢 就变成了呢 α 对不对 这个就变成α 那你想想看 这里都是实数 而这是一个浮数 这里也是实数 所以的话 这个东西加起来要等于0的话 这东西必须要是 选成也是α 对不对 因为α的浮数 实际上α呢 α 实际上α呢 它是等于1的 对不对 α上α 就是说 所以呢 当你把第一个 第二个 一个选成1 一个选成2以后呢 从这个方程4呢 你就可以推到出来呢 x2呢 c3呢 它必须也等于α 因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地方成α的话 然后αstar的话 star和这个神呢 它等于1 对不对 所以前面是1加2 那这一个呢 没得选 它必须是-1 因为 这里1加2等于3 这里呢 1乘-1等于-3 所以等于1 所以这种选法呢 当你确定 这个是1 这个是α的时候 你就确定了呢 第二个这个表示 这里也是α 这里呢 是-1 你就确定了这个 对不对 因为你 当你确定 这个是1 这个是α的时候呢 我说了这个地方呢 必须要 整出来要等于10数 要不然这个不可能等于0 所以这个地方只能选α α的幅数 升α呢 就等于1的 现在这个里面 不管哪 α取这个 取这个也好 它都是等于1的 所以1加2 再减3呢 就等于它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你再来看 这个 第一个 第二个都取好了 那来算第三个 那就从这个式子里面推导 对不对 从这个式子里面推导 那我们来看 现在呢 第一个呢 是选 这个 不是这张表了 是这张表 对不对 第一个呢 是选α 然后呢 这个 V的第一个呢 是选1 好 这样以后呢 你就推导出来呢 2的这个东西呢 它必须也是α 然后2的这一个呢 它必须是-1 对不对 那从这两个方程 你也可以通过相加减 比如说 这两个 如果相减的话 你可以看到呢 如果相加的话 对不对 相加这两个 就加没有了 对不对 我们先看相减 相减的话 这个减这个 这个减这个 等于0 相减的话 你还是得到呢 6倍的x3 σV呢 信号等于0 所以这两个 如果这个式子 减去这个式子 你得到还是它 所以你还是0 所以这里呢 是0 但如果两个相加呢 相加这两项 就加没了 因为这里一个是负义 一个是1 那剩下的这一两项 那你就应该得到呢 4加上4倍alpha 存上x3的c3 信号 等于0 对不对 如果两个相加 相加等于0的话 你看这个 它要等于什么 它必须也是alpha 因为只有alpha的信号 成alpha 才等于1 负alpha 不是alpha 负alpha 负alpha的信号 等于负的alpha 然后alpha 成alpha的信号 等于1 这个负号呢 和这个式子 就等于1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表这里要填负alpha 那么我们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 这个时候 我们究竟是选这个 这个是对的 还是呢 这个表是对的 这选的你有两个表 而且那里面 那个alpha 可以是这个 实际上你有三个表 对不对 也变成有三个表 那这里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不确定因素呢 我们去 最后面就是告诉你证明了 这种选法是不行的 因为它 因为你 你除了要满足这个以外 你还要满足这个 以前我们算的 这个神法的表值的规则 对不对 那么神法的表值的规则 比如说我们告诉你 C3 神上σv呢 它必须等于σv的1匹 对不对 σv的1匹 那如果你随便选一个 比如说 第二个这个representation 你可以选 对不对 你可以选第二个representation 它都是1的 它是1为表示的 这一个式子呢 不管你是几为表示 它都必须满足 因为它是群的 最早的这个 它的这个神法表 告诉你的 所以你C3呢 神上σv呢 不管怎么回事呢 它都必须等于σv一匹 是不能变的 那么如果你是汪d的情况下呢 汪d的情况下呢 我们要看一下 对不对 汪d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对 我们用这个γ2这个表示来做事情 那γ2这个表示来做事情的时候呢 C31呢 它就是α 所以呢 这一个呢 这个呢 它就是α σv呢 2来表示的时候 它就是-1 对不对 它就是-1 好 然后呢 它要等于σ1撇 σ1个嘛 一撇的话 这两个的翠势是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它是同一class的 所以呢 它也是-1 可是呢 你可以看 这两个呢 是不相等的 所以就这么一样 本来它必须要相等 就是你这里取翠势的话 必须要等于这里取翠势 这是由这个群法表 把你限制住的 因为这两个元素相伸等于它 那你这边取翠势 这边取翠势 不管你是几维 它都应该是一样的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随便找一个 一维的 这个来告诉你 这个C3是 C3的矩阵表示 在这里是α 就在这里 好 然后呢 这个σv的这个 哎 我不是正α C3的这个表示 是正α 对不对 这里是正α 因为是第二个表示 γ2 C3的表示是α 而σv的表示是-1 所以这里有一个-1 对不对 σv的表示 在这个地方是-1 所以-1成-α 它应该等于-α 而这边呢 σv一撇的表示呢 它还是-1 它还是-1 因为trace都等于 这trace都是一样的 同一个class 所以这个点不相等 这告诉你什么意思呢 告诉你这个表不能用 因为这个表呢 虽然你从这个 great authority的定理推出来 加上这五个 推出来 你从这个定理呢 你可以写出这个表 也可以写出这个表 好像是这两个都满足 其实呢 我告诉你 只有这一个呢 只有这一个呢 才会满足这个 而这一个呢 它不会满足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这个不会满足 只要这里面出现了一个二维表示 光靠这个东西 信息是不够的 你要想把这个 这个crack table 要决定下来 如果这个crack table 它全是一维的 这里如果全是一维的呢 那你就不会遇到 现在这样的问题 如果全是一维的 你就没现在这个问题 但是呢 如果出现里面有二维的 你就不行 你知道吗 你就不行 那么 当然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 好 那我不做这个crack table 我全部做矩阵 好 你如果全部做矩阵呢 你也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不是做这个 这个只是做crack table 对不对 不是做 如果做矩阵的话 你就直接用这个东西 你从这里去算 那你那个二维的 那个矩阵是这里算 你不会算出它来 只会算出这个来 是吧 只会算出这个来 好 所以呢 这一点呢 我们给大家特别强调的 就是说 这个inreducible repetition的 这一个表 如果里面 这个crack table里面 如果有二维的 光用这五个是不够的 是吧 没有说这个 这个的话 因为这个 你这个如果用的话 全部可以决定 因为如果这个用 它也一定会满足这个东西 可是问题关键 就是我们不想用这个 我们不想把所有的矩阵都搞出来 元素写出来 我们只想用下面这个东西 就这five row 这five row 并不能唯一的决定 当里面有二维的这个表示的时候 所以这一个呢 要大家特别小心的 好 那么这个呢 作为一个练习呢 就是这个星期要交的 一个是呢 这个drh 一个是呢 drd 对不对 都从这个 都从这个 12345 这个row来推导 对不对 从这个五来 好 那么你只需要推导 你 虽然书上有答案 但是 虽然并没告诉 怎么推导出那个答案的 所以你要按这个 一步一步的 把这个答案推出来 你看上去 这个比我这里面 多几个元素 但是他实际上就说 我这里做的是 比如说一加一加一 三个一加钱 你这里做的是六个一 七个一加钱 他的难易程度是一样的 只是说你要多写一些 对不对 多写一些 那么在用的时候呢 你要特别小心的 就是要 你就是先把这个 第一个都定了 告诉你 全面 第一个选取永远 如果是一维的 永远是可以选一 都是一的 那么那个 只要一定的话 用这个 这一个条件呢 就会把第二个第三个 这样逐渐推出来 但是呢 如果里面有二维的时候呢 你就出现 选取上的问题 对不对 选取上的问题 那么 比如说你推到这个 也可能推到是这个 那这个呢 我们希望大家呢 起码推到是这个来 对不对 如果你可以去看表 你可以先看答案 你知道你朝这个方向去推 也可以 对不对 朝这个方向推 我们不要求大家去做这样的分析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超过 书上的范围的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就是 这星期要交到两道题呢 就这两道题 实际上也 不会花很多时间 因为你不做的话 你前面讲的都有忘光光 对不对 所以不能忘掉 所以做这两个习题 你就不会忘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讲新的东西了 就是 我们讲 那inreducible的repentation 以后我们要做什么 对不对 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把你选的 reducible的东西呢 给变成了这个 用inreducible给表示出来 好 这就是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 我们要做呢 怎么把这个 reducible的这个东西呢 表示成了inreducible的核 那么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呢 我们首先呢 这个甚至这个 我们也不要了 对不对 我们暂时呢 会离开这个东西呢 即使我们要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 从这个脑袋里面 把提示抓出来就行 对不对 我们反复在讲 我们要做那个table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 如果那个table知道 那你任何给一个reducible的 它就可以分解成 在S这个inreducible的核 这前面的A1,A2,A2 都是整数 当然包括0 对不对 包括0 好 那么我们前面有写过 实际上呢 这个γA呢 它的矩阵表示 是等于这些东西的核呢 意思是这个意思了 A1γ1a A2γ2a 就是到Asγ2a 它实际上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然后其他的非对角的地方都是0 对角的这个是block矩阵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它就是这个的定义 就是这样写起来呢 占配级占的比较大 我就把它拆成这个样子 这个加法 这个加法 为什么加法打个圈的话 就表示说 这个加法打个圈 不是说把你把这两个当 普通的一加一加起来 而是要放到这个block矩阵里面去 第一个放这里 第二个放这里 第三个放这里 这里是0 对不对 这里是0 这样一个 放法 好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成立呢 前面我们就说过 那如果是你要算它的character呢 trace的时候呢 这个是reducible的 它就可以分解成呢 inreducible的呢 和 然后呢 等于到s 求和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 ai给导出来 就说这个 现在这个是已知的 这个也已知了 这个应该是character 求trace的 对不对 就trace的 那我们就想把呢 现在这个是已知的 这个也是已知的 在这两个都已知的情况下 怎么把ai求出来 因为ai是你不知道的 对不对 那求ai呢 就是我们可以呢 利用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第二条 它两边呢 沉上一个xj a的星号 对不对 沉这个东西 那么这边也 也沉上x的 a呢 z的星号 对不对 沉到这里 因为它现在是数 所以你从左边右边去 沉都OK的 沉上去 沉了以后呢 你再对两边这个sigma呢 对a求和 对这个元素求和 相当于说 你把这个加上去 这个呢 加上去 对不对 加上去以后呢 你可以看呢 你就可以用定理了 因为你可以先求和这个东西 对不对 对a求和 xi呢 a xj呢 a 它等于呢 h呢 delta ij 对不对 这我们前面在说 刚才他说的第二条 第三条 那个rho子第二条 第三条 就是在说这个事情 所以呢 这个求和的结果呢 这边呢 就变成了是 这个 这个还没求 它倒写 i等于1到s 然后呢 这边呢 是这个 a i 对不对 a i 然后这个求和出来以后呢 这里是delta的 有个h了 对不对 有个h可以写在前面的 这个是delta的i j 那这边呢 这边还没有求和 所以你就直接写a i呢 a i j呢 a的信号 对不对 这边 如果这个求和的话 那就是这个东西写这里 那边求和就等于这个 那这个呢 delta ij的意思就是说 你i必须等于j 它才有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变成是h呢 aj 所以你再把这个h移过去 你就自然推导出来 那个系数必须得有多少 你就自然推导出这个系数 你把这个h呢 搬过去 对不对 把这个h搬过去 它就等于这个h 然后呢 你把i 把j改成i就行 本来你这里写j嘛 因为那个j无所谓的 你把j改成i就行 它是从 表示是从1到s 这样number 那意思就是说 任何一个reducible的表示的character呢 如果reducible你知道 那么这个group呢 inreducible你也都知道 那你就能够把这个reducible的这一个呢 表示成inreducible的 这样一个线形组合 这个aj呢 就从这个系数呢 可以求出来 对不对 求出来 那后面呢 就是举这个例子呢 来告诉大家怎么用 对不对 比如说 这个呢 就比刚才那个呢 要简单多了 因为刚才那个是要叫你求character table 那个要用到的东西要多 而这个呢 你只需要用刚才这个定理 对不对 把这个h干过去 就是说我们把它写出来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推导出i呢 给h分之一 i呢 a呢 a求和 这个去复数 就可以把那个i求出来 对不对 好 那么这就是书上给到的一个例子 对不对 给一个例子 好 这个例子呢 就是还是c3v c3v这个group 他这样写呢 就是把inreducible的呢 就写到前面 前面都是inreducible 因为现在你找的就是inreducible reducible之间的关系 这是1 这是2倍c3 3倍sigma v 这是1 刚才我们推到了 这是1呢 这个1负1 这里是2呢 负10 好 这上面都是inreducible 那他就告诉你 如果有一个是inreducible 比如说叫γA 它是inreducible的 那它表示出来 它是一个五维的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2呢 负1 先看这个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γA是个五维的 意思就是说 这个γA呢 它是一个这样写出来的 五生五的矩阵 如果它是单位元素的话 那就是1111 然后这里都是0 对不对 但是如果不是单位元素 是c3的话 它就有可能是 因为这个是二维的 2D 这个是1D 这个是1D 那你实际上想都想得到 一个 两个1D 一个2D 要构成一个5D的话 只有哪 只有 比如说 这里面要构成一个5的话 要么你就是 都是γA呢 比如说有一个 有两个 有三个四个五个 对不对 要么你如果是三个都要的话 那就有可能是 上面的里面呢 有三个 下面有两个 下面有三个的话 就是三维 然后下面一个二维 它就是五维 对不对 但实际上呢 告诉你 你直接用这个公式来求就可以 对不对 我们现在 我们就假定 我们直接用这个公式来 计算这个I的话 应该等于多少 比如说现在呢 你这个γ3呢 写出来呢 就应该是 比如说是A1呢 γ1加上A2呢 γ2加上A3呢 γ3 那么1 2 3 要把这个算出来 对不对 也就是这个式子 对不对 刚才前面讲的 这样一个式子 你现在把这个式子算出来 那就是利用这个公式了 对不对 利用这个公式 那么这个公式里面呢 是要对A求合的 所以你可以看 比如说先对第一个 那这里就要是1 对不对 先对第一个求合 好 那么H的话是6 注意到元素是6个 对不对 这里H是6的 好 那么你求合的第一个元素呢 是单位元素 A呢 带单位元素 带单位元素的时候呢 这一个 你带这个A这个表示的时候呢 单位元素它是5 对不对 因为刚才已经告诉你了 这个character 这个是已知的 然后这个是单位元素呢 你带的是1呢 那这个地方也是1 对不对 好 然后你再加上呢 带了单位元素以后 再带C3 对不对 带C3 C3的话这里是2 好 那么C3的话 第一个repentation的话 这里是1 对不对 可是你要注意了 你带了C3的话 有个C31 还有个C32 那个C32和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这前面要省个系数 前面要省一个系数2 然后你还要加 对不对 还加的话 这里是A这个地方等于 这个码V的时候 A等于C3的时候它是负1 所以这里呢是负1 对不对 好 然后这个是等于1的地方 这个C3的地方呢 它是等于正1的 所以是正1 C3加了以后你忘了 不要忘了还有SgV一匹 SgV两匹 所以前面要省个3 这个加起来 你可以看呢 这个是9呢 减3呢 等于6 6除以6呢 正好是1 对不对 当然你有个方法讲 如果你这个算出来 它不是整数 你一定算错 重新来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如果你这个 Inreducible Repentation 给出来的这些数 放填在这里面来 算出那个A1 不是等于1 那你的Inreducible Repentation 根本就不对 它不是这个群的表示 你知道吗 所以这里面 是有很多限制的 这个A1必须是整数 一种情况呢 就是别人给的是对的 你算出来错的 那么就是你算错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别人给的就是错的 这个表示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你带一些 怎么算也算不出 A1等于整数 对不对 反正不是这个错 就是这里错 但是呢 一般情况呢 这个 你自己算错的可能性呢 应该是比较大的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A2 6分之1 你注意哈 你这个算A1的时候 你带的就是这个 1这个 带的都是这条线 和这条线 对不对 然后你算2的时候呢 带的是这条线 和这条线 所以A2的时候呢 这个还是没变 这个是5呢 这个是始终不变的 这里是2呢 这里是-1呢 它都是不变的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都不变的 前面的2呢 也不会变 因为它也还是不会变的 对不对 前面的3呢 也不会变 是像填空一样的 对不对 你现在填的就是这个地方 这里 这里要把它换成2这一行 那换成2这一行的话 第一个是画写1 第二个的话是写 也是1 对不对 第三个的话 是写-1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的话 这是9 然后这两个 -1就加起来了 9加3 给12抽出来 它就点2 那你算3的时候 也一样 所以的话 这个呢 相当于说 你先也是把5呢 2呢 -1都写在这里 这都是不会变的 这个加号呢 在这里 然后这前面这个2呢 它也不会变 这前面这个3呢 它也不会变 然后你就填空 填后面的 填3的时候呢 你要把这个3的 这个东西加进去 那么3这个地方 在这里呢 它是写2 3这个地方 在这里呢 是写-1 对不对 好 当然3这个地方 在这里呢 是写0 好 写0 但这个你不用管了 它就等0了 对不对 那这里 25呢 等于10 这个是-1 所以这个等于6呢 它也等于1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呢 A1等于1 A2等于2 A3等于1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一个 inreducible的 gamma A 这个表示 reducible的表示 它是由 一个呢 是等于1的 一个呢 这个 1为的 gamma 1的 inreducible的表示 加上呢 这一个呢 是两个呢 二为的 两个呢 gamma 2的 inreducible的表示 还加上一个呢 三为的表示 对不对 三为的表示 那具体来讲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东西啊 你变成是 这个五为的矩阵 怎么构成的呢 它就是一个gamma 1 一个gamma 2 一个gamma 2 还有一个gamma 2 一个gamma 3 构成的 这是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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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二为 这一一一就是三为 再加上这个 二为的就是五为 所以这样一个五为的 比较表示 它是这个 对不对 因为你只要看 我刚才给说大师说 只要看成这个 看到这个 你就想到的是这个东西 对吧 想到这个东西 好 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 下面这个 7一负三的时候 应该算算是 对不对 7一负三 来 我们把这个地方 改成7一负三 你看你应该该哪里 对不对 这个是B了 好 这里 这里也是B了 B的时候呢 它是 另外一个reducible 7一负三了 那你当然知道 这个地方应该是 7乘7的矩阵了 因为它 第一个单位矩阵是7 所以它是个 7乘7的维度 好 那么 你只需要改的呢 你看哈 我们就只需要改哪里 比如说A1 你就改它 然后呢 改这个 然后呢 改这个 刚才那个地方是负1的 现在改成负3 这个地方 对不对 就是填空 相当于说 本来这个地方呢 这里现在是7 这里现在是1 这里现在是负3 对不对 那么 这一个应该等于几呢 这个 三乘负3等于9 这个7加 7加2呢 等于9 所以这个东西 现在等于0了 这里面告诉你呢 它没有这样一个 伽1的对称性的 不在这里面 因为A1等于0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A1是等于0的 然后同样道理 你也可以把这个5插掉 这个2插掉 然后这个 负1呢 是改成负3了 对不对 改成负3 这个地方呢 是1呢 还是改成是1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是7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样子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负1的 负1 那就是33等于9的 就是正的 这个地方是9 所以9加9呢 这个等于18 除以6呢 它应该等于3 对不对 它就是等于3了 对不对 下面那个 你不用算 你也知道 它应该等于几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个7维的 7维的 这个东西 只能构成你3维 所以那个下面 必须 这个2维的 必须要等于2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2维的是4维 加3维 才能等于7维 对不对 但你如果不相信呢 你也可以把它 带进去算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带进去算 这个地方现在要改成负3了 对不对 然后这里呢 要改成呢 是这个1了 这里呢 要改成呢 是7了 对不对 27是4 诶 哪里有写错 这里是负1 第三个这里是负1 对不对 负1的后面不对 正1 正1的话 30 诶 哪里有错 三倍的 后面这个必须 后面这个是 不管它是几了 这应该是0 对不对 我们看我们哪里有写错 负1 2 27是4 对不对 1次4的话 负1的 哦 我们这里写 那个负3的地方是在这里 负3在这里 咦 怎么会写它 写到哪里会写错了 哦 对的 对的 27是4 我说减2是12 我说加2是12 这些时候会短的 这个是14了 不是14 14减去2的话是12 所以它是6 所以这是2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是2 这个是3 那当然了 就是说你们或者在这个inorganic chemistry里面学 或者在这里我们也看 你也不需要 你不需要这样子做 你可以去猜 对不对 猜它的这个12应该等于多少 比如说猜的方式呢 这个书上也告诉你 你相当于说这个 你这里要等于5 这里等于2 这里等于1 那上面要整数 是几个γ1 几个γ2 几个γ3加起来 那你大概你可以猜 你至少这个 这个如果是5的话 那有可能的就是说 当然如果都是1维的话 你就应该有三个 应该有五个这个1维的这个东西 如果有一个是2维的 你先把这个猜的方向放在这里 如果有一个是2维的 那你就没得再没有猜的可能 因为你必须5维嘛 那要么是两个γ2 要么是两个γ1 但是你猜两个γ1的时候呢 你大概就算不出那个数字 比如说 因为它都是唯一的 所以你这种做法呢 就是可以的 比如说 我那里猜的是对的 比如说我们来猜一个错的 对不对 γ1 γ1呢 γ2 就是假定你选了一个是γ3 对不对 那么这里是11 1的话 这里是这个2 好 那么因为你选了两个γ1 所以γ1都是1嘛 γ1的表示都是111 然后下面也是11 γ2的表示呢 是这个11-1 对不对 γ3的表示呢 是这个2-10 那你可以把这个加起来的话 这个地方是5 这第一行是不会错的 这一行呢 1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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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它是等于2 对不对 好 这一行呢 1加1加加-1呢 它是等于几的呢 它是等于正1 所以它不等于你这个5-2-1 它不等于它的 不等于5-2-1 你要想把它变成是5-2-1呢 那你这个地方就不能写 1要写成2 这个表示就对了 你把这个地方 搞成是两个γ2 一个γ1 γ3 加起来就是5 这个组合的方式是唯一的 你可以 你猜对这个答案 就不会有第二个答案 因为你猜的这个答案 你实际上就从这里 可以直接算出来 直接算出来 那当然你说呢 我也可以去猜这个 对不对 你也可以猜 你猜这个 比如说你要 你要想猜这个等于4的话 你先确定有几个γ3 比如说如果你认为 有两个γ3的话 那你把两个γ3写到这里 对不对 那剩下的呢 你可以去看 全部都必须是γ2 如果是有γ1 它都不会等于这个东西 因为它要的 这一项是要的是负3 只要你这一项 选的是两个γ3的话 那下面就没得选 因为第一项 永远不管你怎么选 第一项 你总会选对的 因为它都是单位矩 你加起来等于7就行 可是这一项就不一样 这一项如果你把γ1进来 它提供的是一个正义 所以呢 你要想等于负3的话 你有一个正义 还有负1抵消 你还得要γ2 所以你直接看到这个地方都是0 对不对 所以这负1负1负1加起来是3 这3个3呢加起来-2的1 所以这个就是用猜的形式 就是说你一种情况呢 就是直接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对不对 用这个公式计算 就是你猜的时候 你猜不到呢 你用笨的方法 一个呢就是你用比较聪明的方法 不过聪明的方法呢 比如说它需要做题做的比较多呢 你才有可能去猜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是要你 不管你猜也好 用公式也好 反正你得把步骤写出来 对不对 因为你用公式算出来以后呢 它一定是 然后再把它写 再把它写成那个猜的那种形式呢 你就两个比较了 就是我们要 但是这个呢 不是下周要教的 是再下一周 就是说考完试以后呢 你再做这个题 对不对 考完试以后 再做这个题 然后交上来就可以 好 那么刚才那一个呢 暂时你还没看到它的用处 但是呢 这就相当于说 先告诉你 我们这里也有加减层出 但是这个加减层出 reducible和in-reducible 这个关系在化学里面怎么出现 以后这个故事你就会知道 对不对 因为现在你只是看连续剧 看到全面积极 不知道后面它往哪里跑 对不对 也不知道后面往哪里跑 好 下面呢 我们要讲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讲这个cycle group 我们知道cycle group呢 它是个abillion group 每一个元素 自己是class 所以的话 它是最简单的 那既然是最简单的 你就很容易呢 算出来 它的character table 它就是个一位的 对不对 那既然是个一位的 那我们就是说 先把这个讨论清楚 对不对 我们把这里面都抄了 这个呢 就是 那我们这里呢 书上是用了五维做的例子来举 对不对 就是说 用一个五维的cycle group 比如说C5 对不对 C5它就是个cycle group 它就是 比较这个是x x是c5分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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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等于单位元素 对不对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说的 它每一个都是class 所以呢 s是等于5的 它有五个class 那么1的平方加2的平方呢 4的平方呢 5的平方呢 这里是等于h的 只是说这个 现在h和s是相等的 因为它是cycle group 所以呢 你都是全部是e维的 好 全部是e维的 全部是e维以后呢 你就好办了 你可以求 比如说你令呢 γx这个表示呢 你令它等于呢 lambda 对不对 lambda 那我们刚才说了 都是e维的情况下 都是1d了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γx的5次方呢 写成γ 这个5次方写进去 它就等于1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5次方 就等于单位元素 单位元素的 这个 现在因为都是e维的 所以它就等于1 对不对 是说lambda的5次方呢 等于1 那lambda应该等于几 就是要解出来 对不对 好 那么 我们也复习一下 以前我们学过的 这个等于几呢 我们知道 这个1呢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1的2 2π呢 n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写n n呢 是正等数就行 对不对 也包括0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n的话 如果 比如说等于0 1 2 3 这个数字都满足 对不对 它1的话 你可以都写这边 那这个n 那这个n 这个n 就可以等于他 而既然如此的话 那lambda的话 你就可以 开5次方 那就说 lambda呢 应该等于2 2π呢 n呢 除以5 对不对 如果这个地方呢 你要加一个这个下标n 再加在这里 或者我们这里用了p呢 你也可以用p 表示 对不对 就是说 你就解除了lambda 要有5个 那这5个你可以选呢 比如说你选n等于0 1 2 3 4 是ok的 你也可以选n等于1 2 3 4 都行 或者你在里面乱选5个数 也可以 但是你要脆的 你不要选来 它那个根是一样的 那不行 如果你连续这样子选 那5个一定都不一样 这样选才的5个 这样选才的5个都不一样 好 那么比如说 我们就用这个记号 用n等于1 2 3 4 5 我们 那个0写到那里 我们比较讨厌 我们不喜欢有0的 那么 如果你不喜欢有0的话 也可以 所以你就喜欢呢 n等于呢 1 2 3 4 5 你就是5个road 因为你 你要注意了 如果你这个是7次方呢 你就算1 2 3 4 5 6 7 8次方你就算1 2 3 4 5 6 7 对不对 n次方你就算1 2 3 4 5 一直到n 对不对 因为它几次方它就几个road 这就是大概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学的 或者是升这个大学的时候有考 好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你就很容易呢 把这个character table呢 给写出来 比如说你现在要写出来 你随便写一个 你知道它呢 一共要有5个表示 对不对 你先写一个就行 比如说这个呢 就是这个xx的平方 x的三次方 x的四次方 x的五次方 好 那么你写出来 这个地方应该是lambda lambda平方 lambda三次方 lambda四次方 lambda五次方 就是说 当这个gmx等于lambda的时候呢 那这个地方的平方的表示 就应该这个的平方 这三次方 一次方 五次方 而这个lambda呢 可以是这里面任何一个 对不对 任何一个 具体来讲 如果你要把它全部都写出来呢 那你就应该是写这个 你要写第一个 比如说gm1呢 你对应的是lambda lambda平方 lambda三次 lambda四次 lambda五次 只不过呢 你下面要加一个1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里这个n的话 取成1 对不对 取成1 好 2的时候呢 这个表示呢 那这里是gm2 gm2的平方 gm2的三次 gm2的 4次gm2的5次 3就是 你也知道 gm3 我就不写了 gm4 gm5 总共就是5个 也就是说 你 写出来可以 3的 写一次就是3的平方 3的3次方 3的4次方 3的呢 5次方 然后这里是gm4 nambda4 nambda4的平方 nambda4的平方 nambda4的三次 nambda4的三次 nambda4的四次 nambda4的五次 nambda5 nambda5的平方 nambda5的三次方 nambda5的四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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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不管它 是不是一分你写到那里 它就开一个table 其实做到这里 就做成这个样子 你事情也就完了 可是你这个不是最简单的形式 就相当于说 老师叫你算二加三等一几 你写成二加三等一三乘二 你也不告诉他等一几 当然这也是对的 可是我们要把它画到最简的形式 你要告诉我二乘三 它最简的形式是等一六 不需要写二 也不需要写神号 也不需要写三 这里也一样 你要告诉我 这里面有些东西 完全是一样的 那你就用一个符号表示 这个等一会儿来说 我们先证明 它是满足这个东西 满足这个定理 先去证明它满足这个定理 我们做一个稍微的数学游戏 因为这个信号是我们可以做的 有些游戏我们没办法做 这个还可以做 我们用那个定理 我们知道现在都是一维的 所以那里面的MN之类的都可以不要了 对不对 都是一维的 本来我们不是写这个定理 这里要写MN吗 现在都是一维的 那你这个都只有E1这个元素 所以就不需要写这个 好 那么这里第二个也是都是一维的 然后这个符数 然后呢对A求和 这个呢等于H 对不对 然后都是E1的 A1AJ都是E1的 MN都不用写 所以你只有ΔIJ 当然你 我们说证明这个是很容易的 因为每一个 每一个Lambda I的N次方 Lambda I的N次方 如果I和J相等的话 这两个符数省起来就等于1 1的话你从 1求5次求和呢它就等于5 所以呢 两个相等值肯定都是等于5的 对不对 目前我们的情况呢就是5 好 我们要证一下 它不相等的时候等于多少 对不对 不相等的时候等于多少 那你就要把这个东西要写出 用这个符号去代替 比如说γmI的A 那意思就是说呢 它应该是Lambda I这个表示 这个I相等于下表 1或者是22或者是3或者是5 然后它的N次方 比如说或者你写成P次方也可以 对不对 我们这里写N的话 我们这里写P次方也可以 好 这个就是这个的表示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LambdaJ的 你注意啊 这个P次方代表的是一个元素 这个A 相等于说 或者是这个X 你也可以代表 它代表的是这个东西 代表上面这个符号 知道吗 一个代表下面 一个代表向上面的 这两个B7符号是一样的 这两个可以不一样 然后这里要去符数 P呢等于1呢到5 因为A的元素现在和这个的元素是一样的 要等于它0 如果I不等于J的话 对 I不等于J的话 你就等于0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代进去 比如说这个I的 这里是I 它应该写出来呢 这个 不知道 下面会看不到 那么我们把它写到这里 我们把它写出来呢 它应该是 P等A到5 Lambda的I 然后上面是这个P次方 那就说一说 相当于说Lambda I呢它应该写成的是 1-2π 除以5 这里是I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I意思是不一样的 这个I是说的 第I个repentation 对不对 第I个repentation 然后呢 它的P次方 对不对 那么对于J来讲的话 你应该写成 因为它有个辅数共和 所以应该负号出现 5J 也是P次方 对不对 然后你对P到这个求和 那么这个式子呢 你可以把它画成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形式 P呢 从这个1到5 然后1的 这个Ir反 我看我是用的 我们用的是 哪一个 用了一个Alpha在那里 这里是IP呢 Alpha 那你可以整理一下 你可以看这个Alpha呢 这个角度部分呢 它应该写成的是 2倍除以5的I-J 对不对 你把它整理一下 你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P次方都在这里去了嘛 那这个I和这个I 这个P次方写 这个它的神号 等于向它神的指数上就行 对不对 那IP的话就写这里IP 这个是减 那就2的I减去接 2的I减去接 就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呢 大家知道 它也可以写成呢 因为欧拉公司呢 你可以写成Cosin的呢 NAlpha PAlpha 然后加上了I等于1到5 这里P等于1到5 那I不等于接呢 什么意思呢 I不等于接呢 就是说Alpha不等于0 如果I等于接Alpha就等于0了 对不对 Alpha不等于0 要证明这个式子要等于0 那就比实数部分要等于0 虚数部分要等于0 对吧 实数部分等于0 虚数部分等于0 那当然这个 这个去证明呢 你就没那么容易证了 但是你 如果 这个 也不知道高中应该也有学 不知道是有没有学 对不对 没学的话 你把它记住 有公式 或者你插公式表 公式表呢 告诉你 这个K 这里KX求和的话 求到N次方 它可以写出这样一个形式 对不对 这里X就比对我们这里的Alpha 然后这个N呢 就上面求和到N呢 比对我们这里的话 有5 对不对 比对这里5 所以你就会 不管是SineKX CosKX 你都有这一项 有这个Sine的5Alpha这一项 那Sine的5Alpha 你告诉你 肯定等于0的 Alpha在这里 那个5升上Alpha呢 就等于2πI减接 所以它等于呢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K 对不对 这里是K从1的N次到5 所以是2分之5 不是5 2分之5 Alpha 那么Sine呢 2分之5 然后你把这个Alpha 带过来 这个Alpha现在就这里 它等于2π呢 所以5 I减接 这个2分之5 这个5分之2去掉了 所以它等于π呢 I减接 那你这个东西 它就等于Sine呢 π的I减接 I不等于接的 I和接都是正整数 那么正整是神派的 这个Sine的话 一定等于0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 就是说 只有这一个例子呢 我们是可以从头做到尾 全部包括这些东西 都可以去证明 说这个table呢 确实满足这个 Great or Soclarity 对不对 table确实是满足的 但你可以看到 我虽然举的例子 是等于5维的 其实你完全可以写成 等于N维的一般证明 因为这个东西是最一般的情况下 有这个公式 当然我们就是牵涉到怎么写了 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样写起来呢 大家看起来都不是最简单 所以相当于说 以前你们写这个 推导代数式子 它有一大串 你必须要写成最简单 什么形式 那我们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能不能写成最简单的 这λ12345的话 你可以把它写成 λp呢 写成了 这一个ε的p次方 这个ε就是这个量 对不对 这是最单位的 就是刚才错了 相当于说呢 这个2π除以5的i呢 就是你写成ε 然后这样一来的话 你这个λp就可以写成 εp次方 那这样来λ1的平方 λ1的1次方平方 3次方4次方5次方 就可以写成ε 1次方2次方3次方4次方5次方 然后λ2呢 这里是2的时候 这就是ε的平方 那么这里边就是ε的平方 平方以后4次方6次方8次方10次方 那你这样写出来 就可以把这个表都改成了 全部用这个ε写出来 照理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已经最简单 可是呢 因为这个ε还有些特性 对不对 凡是ε被5整除了 它都应该等于正1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ε的5次方 像在这里生个5 那么就是1的2π 它等于1 好 这个10次方也是被整除的 所以它应该也等于1 这个也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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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这么多东西 5次方的地方 通通都可以等于5次 10次15次20呢 所以你可以看呢 这些很多都是等于1的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呢 写出来哪些是等于1的 你可以看哪些等于1呢 首先看这一 这一列 这一列全是1 因为这都是ε的5次方 这个10次15 2025 这一列也都是等于5次方 4次方 1525 所以这些都等于1了 这些都等于1以后呢 你还有一个方 还要化解呢 这个ε5次方等于1 ε5次方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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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4次方等于1 ε的就是star ε5次方等于1 ε5次方等于1 ε2次方等于2 ε5次方等于1 就说你都把它用那个 降阶的形式呢 给写出来 你都把它以这个 降阶的形式的写出来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4次方呢 就变成ε5次方等于1 ε5次方等于1 你就可以推出来 ε五次方等于1 ε的话等于1 那你自然了 ε四次方 ε五次方等于1 1的话等于1的 那两边ε三上一个ε star 这里ε star 这里ε star 还是等于ε star 这里这个什么就等于1 所以你自然就会把这个四次方推倒出来 它等于这个三次方 你可以推倒出这个 就像我们以前指导思想一样 它不想写这个比较高的 它想写这个地方是比较小的 要么就是写一次 要么写二次 写成符共都可以 这样一来你可以把上面的全部画减掉 画减掉你可以看到 它有ε ε平方 ε star ε star的平方 这两个实际上是一回事 ε star的平方 那它也等于ε champagne 那是 £ 所以书上应该大概这样写 你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样就把上面这个表通过这样一些变换关系 全部划成最简单的形式 就划成现在目前你可以看到的这样一个表的形式 你可以看到的表的形式 好 这个样子 不是我们习惯写的那个样子 就是我们那个表 就是翻页了 就是这个翻页 这个表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把它写成再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form和下面你要写的东西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一般不这样写 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要把这个1写到前面来 对不对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单位元素一定是写到第一行的 所以我们把它全部写到第一行来 而且我们把这上面全是1的这一行 也写在第一行 对不对 不把它写到最后一行 所以把γ5这一行写到这一行来了 对不对 写到这一行来了 好 然后把γ1这一行 这是γ1这一行写到这里 对不对 γ4这一行对应到也写到这里 然后把γ2这一行对应到写到这里 γ3这一行写到这里 这个是我们的标准写法 好 为什么要写成这个样子呢 好 它和这个莫里肯森博有关 我们会讲到这个莫里肯森博的东西 就是说你写成这个样子 还不是我们的给你的那个规矩 那你要照规矩写出来 这个表要这样写 对不对 要这样写 那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那当然后面呢 就是有个人他说的 你必须这样写 否则的话 你这个表的话就是乱的 你自己都看不懂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后面呢 会告诉大家这个人的贡献 他也是 就是说这个特征的标呢 你其实呢 早就算出来 你可以写这个样子 他也是对的 我已经证明他的这个形式成立 你也可以写这个样子 写这个样子 写这个样子都行 可是呢 这些样子呢 都不是他的最后的form 最后的form要写这个 而且你不能跟我写成 γ1 γ2 γ3 γ4 γ5 这个是你刚开始学的时候 你这样子写 等你学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个1 2 3 4 它都有自己的名字 不是你乱写的 所以自己的名字 就用莫里克森伯给你 告诉你 对称的 在这种情况下 用A表示 这两个东西呢 就用1 1 表示 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正好都是 负为这个浮数共额的 就是这个是ε等于ε 这个是ε star 这1平方 这1平方的star 这个star 这个是1平方 这个star呢 这两个也是 负为这样一个表示 所以这个 写成这个样子以后呢 我们做化学的才能用 因为我都写的这样 乱七八糟的化学 到时候你要用的时候 就不好用 用的时候就不好用 那么不仅是个好用的问题了 就是说它那个表的话 等于是告诉你一个rule 怎么写 对不对 怎么写 这个好 那么谈一点就是 后面呢 你看上去 其实是比较轻松的 但是呢 没有习题 因为这部分讲不完 但是我们 就是给大家开始一下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要逐渐 往化学过渡的话 这个东西是必须要讲的 刚才我们谈了半天 都在谈 inreducible的表示 或者reducible的表示 是矩阵表示 这矩阵哪里来的 对不对 就现在我们要谈这个问题 你谈了半天 你那些reducible的表示 是从哪里来的 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或者老师随便写 对不对 随便写它不行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 就要告诉你 那些表示呢 那些replantation呢 都是从basis来的 你首先要有个basis 在那个basis下呢 才能写出那个矩阵 至于那个矩阵是reducible 还是inreducible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呢 要把它写出来呢 必须要有basis 好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说谈basis的问题 对吧 要谈basis的问题 那这个basis呢 我们告诉你呢 只要你这个basis选定了 那你那个表示呢 也就选定了 因为basis如果是一维的 那你表示一定一维 basis是二维的 你表示是二维 basis是三维 你表示是三维 那basis如果是八维的 你那个矩阵的表示 就是八维 对不对 它维数就是由basis决定的 好 那那个矩阵用什么决定呢 那个矩阵就看 你把这个basis 用那个群的操作算符 作用到这个basis上的时候呢 它把那个basis 变成什么样子了 对不对 就是前面我们学的那些东西 它把它变成什么样子了 变样了以后呢 那个变样的那个东西呢 你可以用矩阵来表示 这是唯一对应的 对吧 这是唯一对应 只要有了basis 你可以马上写出一个repentation 那么我们最简单的basis 就是xyz 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 对不对 我们有讲过 我们有用简单的basis呢 就是xyz就行 那么xyz 比如说 我们现在来讨论呢 这个 比如说是 这些元素 在xyz的basis下 怎么表示 比如单位元素 因为你xyz是三维的 那你的所有的矩阵 都是三维的 不可能出现四维 对不对 所以在你选成xyz 作为basis 这个三维的basis时候呢 你的矩阵都是三乘三的矩阵 那么单位矩阵呢 当然就是这个 这个永远是不变的 它作用到 它作用到x上面 就是把x变xy变y z变z 其他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如果是 这个inversion的变呢 那就是把 x变负xy变负y 所以它的表层 负1负1负1 这里都是零 这次i应该这样表示 如果是这个反射平面 如果是这个反射平面是xy平面呢 那应该是这个平面 对不对 这个平面反射的时候呢 xy平面应该是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反射的时候只有z变号 所以x和y在反射的时候不变 z呢反射变成负号 所以它是1负1这个basis 那么xz呢反射的时候呢就是y变 yz反射的时候是这个变 那一样这个转动的cn这个矩阵 如果你用这个三位basis的话 那它的矩阵表示就是三位的 对不对 这个也是我们前面有讲过的 那这里呢也是我们前面有讲过的 对不对 你说的是counterclockwise或clockwise 好 那么这一个呢 rotation这个加 就是说它是improper rotation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表示这个是sn 它是三位的 这个东西也是三位的 对不对 就是说当我们选定了这个xyz的话 那所有我们的算符呢 比如单位矩阵 cn然后sn 这个i的话 sigma的话 都是三位的表示 三乘三的矩阵的表示 因为就是看这些算符 作用到xyz的时候变成什么样子 那变成什么样子以后 你把它写 把它的这个矩阵的表示写出来就行 对不对 矩阵表示写出来就行 然后那你看到有些是对角的 比如说有这些不是对角的 对不对 这个呢 这里呢 这里都是对角的 OK的 这里呢 这个就不对角了 对不对 那么 你可以看到这个sn呢 它也是不对角 对不对 好 我们第一点呢 我们就学到了 我们说呢 这个老师有说 先选一个三位的basis 就是做类质 3D dimension 3D的 那么这些算符呢 全部是33的矩阵 表示出来 表示出来你要做什么事呢 我们这里呢 可以告诉你一个一般的法则 就是说 不是三位的 它可以呢 是n位的 这个1呢 现在这个1呢 是三位的 对不对 现在这个1呢 对应的呢 是三位的 我说我这个1呢 我也可以选成 比如说不是三位的 比如说选成四位 对不对 有些同学就会问 那你选四位 你怎么选呢 我也可以选XZ 再多选一位 XZ我也当成basis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还可以选成XYZ 它也当basis 对不对 好 这些选法 后面我们在应用的时候 QuantumCampus 我们用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 如果你这样选呢 它就是五位的 看没有 就是五位的 那当然这种组合方法的话 你还可以选XYZ的平方呢 对不对 为什么不能这样选 我可以这样选呢 那1 2 3 4 5 6 你变成六位了 所以一般情况 这个1呢 你可以选n位 对不对 n位的一个basis 这个n位的basis选起来以后呢 然后你就发现 你做这个事情 做这个变换 把这个东西呢 这些算符呢 作用到这个 这个R就代表这些东西了 对不对 作用到basis上 看它变成什么样子 对不对 看它变成这个basis的 另外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对不对 那这个是算符在做的时候 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把它矩阵圆表示出来 比如说这个东西 I 这个J1匹 这里面的矩阵圆 和这个I 这个里面的矩阵圆 表示出来 用矩阵的形式表示出来呢 那这个n神n的矩阵呢 就是这个R 这个群的 它的matrix的repentation 就是general 相当于我们刚才说的是三维 那么如果你用这个basis 你做出来这个是n神n尾的 那么这是n神n尾的 这个repentation表示 是吧 好 这个表示呢 就我们 为什么我们这里写1 而不是写这个basis呢 就是告诉你 这个1的含义 比它还要广 它不是x 刚才我是给你举个例子 那个1可以写成xyz 然后xyx 这个basis可以是 任何的东西 对不对 以后我们来看 就看你是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就看你做什么事情 做事情不顺 这个basis也可以是sine in x sine in x平方 或者是 只要是orthogonal的函数 对不对 就相当于说 你只要 如果算出来呢 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是 写成是orthogonal的 爱不得你接的时候 或者是 我们量子力学的basis也一样 对不对 这个是x求积分了 就omega求积分了 它等于datanm的 这个1这个basis也可以是它 所以这个basis呢 为什么没有写xyz呢 就是因为告诉你 它可以是 你在运用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你 我们后面化学要用的时候 我们那里什么是basis 那那个basis取定以后 我们就一个矩阵的表示 对不对 矩阵的表示 好 那么这里呢 都还比较抽象呢 我举的例子呢 就这个 我们现在就以这个例子为 来讲 对不对 来讲 比如说呢 如果是2呢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对角的 它是负义负义正义 就是2的时候basis等于π的 它正义负义 好 那么这个是C2的矩阵表示 对不对 矩阵表示 像C2的矩阵在xyz的矩阵表示 像它负义负义正义 好 这个是这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前面讲过的C2V 对不对 好 这里就是 我们要讲我们的C2V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C2V呢 你知道 如果是C2V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些矩阵表示 在xyz下面 它应该表示成什么样 那么C2首先是单位矩阵 那是等于 100100100 对不对 这是刚才说的 那C2呢 刚才也讲了 就这个 这就是C2 对不对 C2的话 它应该表示成了 这个-1呢 0 0 0呢 -1 0 0 0 1 就是在xyz这个basis下 1是这样 2是这样 那SigmaV呢 它是Sigma 比方说SigmaV就看你取哪一个平面 对不对 比如我们现在取的是Xz的平面 好 那么我们过去看一下Xz平面 刚才有谈 对不对 Xz的平面 它的矩阵表示是1-1正义 对不对 所以呢 Xz平面呢 它应该是 矩阵的表示呢 是这个100 0-1 0 0 0正义 对不对 然后再写出来这个SigmaV 1匹 它应该等于SigmaYZ 对不对 好像是 应该是YZ这个平面 因为它必须要通过Z平面 YZ这个平面 所以它是 -1 0 0 好 那就是告诉你呢 如果你要把这个ClV的四个元素 1 Cl2 SigmaV SigmaV 1匹 用XYZ 这个Basis来表示的时候 它矩阵的形式就是这一个 这个是这一个 这个是这一个 你就表示出来了 表示出来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写这个Table 你就可以写它的音乐 因为现在这些全都是对角的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按我们规定写的 就把这一行全部写成 这不是1 1 1 全部写在这里 这是Gamma1的表示 然后你把另外一行 这一行 1 负1 负1 1 就写在这里 1负1 负1 1写在这里 再把1 负1 1负1 写在这里 这就变成了Gamma1是这一个 Gamma2是这一个 Gamma3是这一个 这个本来现在是一个三维的 它是reducible的 那你变成了都是三个一维的 reducible的表示 我们刚才我们前面有讲过 C2V呢 它是有四个 inreducible的表示 好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用XYZ做basis的话 你不需要第四个 你就可以把它表示出来 就这个意思 但那个chip不在的这个东西呢 你知道它是1 1负1负1 那在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下 我们能不能把它cover出来 对不对 就是说 你选的是三维basis 当然你表示不出来 你不能把四个音乐 丢手不都表示的写出来 好 那么你又来看 我们说虽然我们不能表示 但是呢 我们可以呢 把这个basis给它推广成四维 那我们就知道 它应该是怎么回事 对吧 好 那么下面就是我们 把推广成四维的情况 我们把它写到这里 看怎么把这个missing的 给搞出来 那就是这一页 好 这里呢 全部是刚才这个重复了 就是把这个写出来 也把这个答案先告诉你 对不对 答案先告诉你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character table的话 除了这一列以外 它后面还有这个东西的 现在这个东西的意义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 当你把这个黄色这一行 写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γ1这一个inreducible的表示 它是以Z为basis 你可以看到 这个E join到Z上它是Z 这个E join到Z上是Z 这个E join到Z上是Z 这个E join到Z上是Z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Z的话 这是Z组 对不对 这是这个X组 这是Y组 对不对 那这个如果你光看Z组 在这个几个的变化下呢 这个Z组呢 在这个就是 这一个E的这一个变化下 C2的这一个变化下 C1V的这个变化下 C1V的这个变化下 它都是E 就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用E好 对于γ1来讲 这个E join到Z上 当然永远是E了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C2 join到Z上呢 它也是Z σV join到Z上呢 它还是Z 然后σVP join到Z上呢 它也是Z 意思就是说 这一个γ1这个 inreducible的表示 它的basis呢 就是Z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个绿色的 这个蓝色的 你可以看 这个蓝色呢 是写的 我们这里把它写成γ2 它呢 对应的是 以Y为basis 蓝色的 那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γ2呢 它是以Y做basis γ1以Z做basis γ2以Y做basis γ2以Y做basis的时候呢 那么E join到Y上呢 它是等于Y的 C2 join到Y上呢 你可以看 C2 join到Y上 它是等于-Y 对不对 然后这个σV 然后这个σV join到Y上呢 它呢 是等于 也是等于-Y 对不对 然后σV一撇 作用到Y上呢 它是等于正Y的 对不对 所以呢 γ2你可以把这个 前面的系数 1-1-1-1 正1写出来 把basis给丢到第二行 丢到这里来 这就是告诉你 这一个呢 就是γ1这个 inindusable表示 以Z为basis γ2这个inindusable表示 以Y为basis γ3这个inindusable 以X为basis 缺就缺在这个 这里面没有 这一次项里面 是没有这个basis 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你呢 它的二次项的basis 在这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看二次项 它变应该是怎么变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们就已经告诉你了 它应该是XY 它的basis 二次项的这个地方呢 XY呢 如果你一转到它上面的话 我们来看哈 一转到一个 A转到X上呢 比如说它是呢 还是这个X 那么转到Y上呢 它还是Y 所以呢 它转出来呢 还是这个 这前面呢 就是1 对不对 前面就是1 那我们来看一下 C2呢 如果转到XY 作为basis 这个下面 那你就要看了 你知道吗 你就要看了 就是说 你这个C2转到 XYbasis上 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当你这个C2 那以X为basis的时候呢 它怎么变 以Y为basis的时候呢 它怎么变 对不对 你要看的是这个 好 那么比如说 我们看 C2你作用到X和Y 这个basis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呢 也是呢 这个XY呢 这个basis呢 它也是不变的 所以呢 变成是 C2呢 等于X还是Y 所以这个作用出来以后呢 它还是呢 XY 对 作用出来还是XY 这意思就是说 你要把 你要从这个里面啊 去构造出来一个 这个东西呢 它是什么 从这个里面 从这个 从这个线形表示里面呢 去构造出来一个 XY的作用 是什么 好 我们现在呢 只告诉你 这个结论 在考完试以后 我们上课的时候 就会告诉你 怎么推导 这里是比较简单的 我这里还不忙 我上课的时候 会给你推一个 稍微要复杂一点的东西 好 我们告诉你呢 这个 这个时候 这个XY呢 如果你用SigmaV 做到上面呢 它是等于负一 这个SigmaV XY 好 那么XV一撇呢 等于呢 正一 这个的推导呢 这个为什么等于这个呢 全部都在这里 对不对 全部都在这里 就是说 你要去 你要去推导一个 这个东西的神级 它应该怎么变得一个basis 那只要有这一个 就会有这一个 而且呢 还会有三种 Third Order 比如说XYZ 你可以写出来 对不对 Third Order XYZ 当然也可以写出 X平方 Y平方 Z平方 对不对 X平方 Y平方 Z平方 也可以写出来 YZ的 XZ的 也都可以写出来 好 这个就是以 这个平方向 做的basis 这个是相当于 Second Order First Order Third Order 这个表一直可以写下去 还有Fourced Order 好 那么 具体来讲 今天我们还没有把这个呢 给这个展开了 我们下一次课会告诉你 为什么这个东西这样变 是会等于它的 今天呢 你只需要掌握呢 你可以 就是刚才我说的 以ZYX做basis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东西 对它这样变的 那这个有了 这个是最基本的构造 只要这个有了 这后面都可以写出来 它应该是怎么回事 是吧 它应该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今天 讲到这里呢 以后呢 你就知道 那个 那个表格 那个就是那个 我们看的 Carrot Table 那上面 它为什么会写出 这个东西来 还会写出 这个东西来 但照理说 它应该再把 Third Order First Order 五次方 都写出来 对不对 它假定你 学化学的东西 用不了那么多 所以就最早写到 一和二就不写了 但实际上 不是这个样子了 如果你真是 学理论的量化的话 你的三次 四次 五次 高性里面 所有次数 都在里面的 都写了 大家知道 高性Program 对不对 那个高性Program 这个有 这个有 三次的有 五次的有 一直到后面 几次都在里面 都会有 但是它的基础 就是这里 因为只要你有了 这个一次的 我们会告诉你 只要这个表格 只要到这里就好 到这里后面 它是怎么样的形式 可以马上计算 不用写在表里面 对不对 不用写在表里面 只需要把这个 写在表里面就好 你可以对照一下 你的表 好 那么讲到这里呢 也要告诉大家 这个写法呢 不是正规写法 正规不会写成 干嘛一二三四 正规的写法呢 用这个人呢 Money can 他给了一个规矩 这个不能叫 干嘛一 这个叫A一 这个叫B二 这个叫B一 这个叫A二 所以你在看 参考文献的时候 看光谱的时候 你只有这个符号 没有这个 不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也要是相当于说 这个是学数学的人 比较喜欢用的 就是说 管它是什么 reputation 我就是给它写个 ABC也好 或者干嘛一二三四 也好 可是我们做化学的人呢 就会想 把这个里面 哪一个分子 要取成一个什么名字 对不对 看到一个分子 因为化学的 学化学的人呢 是要看picture的 这个picture一看呢 就要给它选一个名字 那么同样group呢 这个名字都要一样 是吧 名字都要一样 学数学的人呢 认为你那个是多词一句 我全部用一二三 表示就行 对不对 可是呢 正好我们又要学数学 还要学化学 所以我们两个都要知道 只不过知道这个 这个知道以后 你可以把这个都去掉 是吧 可以把这个去掉 那么讲到这里呢 基本上我们就把那个table的basis也讲了 这个呢 也讲了 那后面就会还继续展开 我们要看这个东西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是吧 那我们就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